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先跟大家複習一下 其實不是上禮拜 前天 前天我們幹了些什麼事 然後呢 再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呢 要上了知識論的一些主要的結構 那麼這個 無名思義啊 知識論是看到的 這個 這兩天我自己想了一下呢 前天講的東西 有一樣東西沒有說得很清楚 我在這邊稍微讀書一下 然後呢 我再把我大致上講過的重點呢 再重複一下 把連接到今天的內容 前天我講一件事就是說 蘇格拉底說 語言呢 代表一種表面 常常代表荒謬 不能夠真正的代表 不能夠真正代表真實實實 那麼換言之的話呢 就是說我們在使用語言的時候呢 我們相信語言所代表的那個對象 這個相信本身是有問題的 那麼意思呢 關鍵的意思呢 也就是說 這個語言通常講完之後呢 所表現出來的東西呢 不足以代表一個恒久的 恒長的真實 那我在感應當中呢 有一個部分呢沒有說清楚 就是說呢 因為有一個跟蘇格拉底對話的人 如果有人找到課本的話呢 可以自己看一下 這個課本的話呢 八版 九版 十版都是一樣的例子 就是佛拉圖理想國中的例子 有一個叫Theras-Marcus Th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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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as-Marcus的人 跟蘇格拉底在對話的時候 蘇格拉底 他跟蘇格拉底說 所謂的right 做事做證求叫做正義 就是擁有權利的人 做出對他自己有利的行為 就這件事情 Power holders do something on his or her own interest 那蘇格拉底一開始講說 你確定嗎 他說我確定 所謂的right 就是擁有權利的人 做出對他自己有利的事情 那他說 那你的意思是說 擁有權利的人永遠不會出錯嗎 那他先導過來問他說 人有沒有可能出錯 那這個你一定要承認 人有可能出錯 為什麼呢 因為你現在的知識 不足以判斷擁有沒有的未來 所以你必須承認人有可能犯錯 人非聖賢 誰能無果 如果你承認人有可能出錯的話呢 那如果這個人 剛好就是那個擁有權利的人 然後那個擁有權利的人 他現在做出對他自己最有利的判斷 而且這個就叫做right的話 那他出錯的時候 這個是不是就出現了一種矛盾 就是 either 他做這件事情 對他自己而言 不是 是有利的 但是是錯 所以不是有利的 而這個依然叫right 還是說他永遠不會出錯 他做的任何事情 都永遠是對他有利的 而且就叫做right 所以只要他先承認那個前提 但有可能出錯 所以他就有可能 他就有可能做出一件 對他自己不利的行為 但是他當時叫做right 後來不叫做right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呢 也從這個例子 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的語言當中呢 經常帶著矛盾 經常帶著矛盾 就是說你 either or 他彼此之間兩種立場你都接受 但是接受的結果 會使你的自己陷入矛盾 那我必須跟大家強調一件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這個是我們上一場上課的時候的中間 唯一講到比較深的一個哲學概念 是屬於你看課本都看不到的 這個是絕對的 只有我在這邊會做這種嘗試做這種思考 就是有關於中國思維跟西方思維 因為語言的使用都不同 而導致出一種根本的不同 就是說我上禮拜跟大家強調過 用語句的方式表達出事情是對還是錯 是很明確的二分的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可是我們用一種符號表達的語言當中呢 是跟不是呢沒有那麼清晰 所以陷入矛盾這四個字 在中文世界當中我覺得沒有很嚴重 因為我們經常的那個什麼 談論都在教見山不是山 見水不是水這種觀念 經常都在教這種矛盾 而且有時候認為矛盾 異音朦朧就是美 不清不楚反而代表很清楚這種 這種對於西方邏輯來講 完全不能夠理解的這種概念 在我們社會當中處處皆是 大家常常會覺得很重要的那種 argument就是說那也不一定 就足以構成一個argument 這個argument在西方哲學當中 是完全不存在的 所以我會請切記 你要做一個現代人 比如說你們都很想把英文學好 你把英文學好當中 使得英文成為可能的邏輯 你要清楚 這個我英文好原因是 因為我先學了西洋哲學啊 我英文幾乎可以 我敢講沒什麼敵手啊 我敢講這句話你敢講嗎 你敢講碰到我們就有敵手了 對不對 所以你想把英文學好 你在思維方式一定要跟洋人一樣 洋人非常重要的觀念就是什麼呢 就是violence 二人對比 所以我們這個講到這個部分的話呢 因為蘇格拉底這個部分的重要性 跟我們文化算有極大的差距 我們一般來講上課的人 沒有人有這種功夫跟你介紹到這種文化底層的這種權力結構的分析啊 一般人不會講到這個層面 你永遠碰不到的啊 因為你怎麼可能想到說你平常使用的語言跟語言之間 居然有一個不同的結構使得連翻譯都是不可能的 你根本不會想到這種問題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而且這個觀念的認知也構成了我們哲學討論的第一課 所以同學們如果說在座認為說 哲學該的東西很簡單 那你先回答我自己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的文化當中 處處顯現跟其他人差距這麼大 為什麼我們的學生不發問 為什麼我們學會缺乏創造的理念 為什麼我們學會學生講話會害怕 為什麼學生認為上課閉著嘴下課拼命講話 為什麼我們在文化中表現這麼多的差距 為什麼學生看起來特別乖 為什麼我們學生平常表現的各種方式來講 非常非常的不同 像這種問題 這都是哲學問題 在文化上我提供 我常識identatively提供了一個答案 信不信有你但是你可以翻譯到 所以也是基於這個緣故呢 我上禮拜呢在結束的時候呢 跟大家呢提出了三個重點 其他的內容的部分的話呢不是那麼的 就是說這個其他內容當中的話呢 我只提了一個重點 就是說從蘇格拉底式的到宇宙論式的 到天然合一式的到以知識論為主 以及發論為主的西洋哲學的發展 他們彼此之間只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什麼呢 就是revolutionary change 革命式的轉變 請同學們注意 以前秦關濤寫過一本書叫做超穩定系統 來描繪中國的政治制度 我光看這個題目我就開按笑去 我知道找對答案 因為中國文化的政治體制 完全不改變的 完全不變的 萬事一系 從來就沒有出現過任何革命性的轉變 所以我們所謂的革命改朝患代不叫革命 都是消歸潮水 延席舊治 西洋人的這種革命 那個是完完全全不同的革命 所以西洋哲學我只告訴大家這一點 大家放在心上 那另外我跟大家強調了三個重點 大家一定也要放在心上 第一個就是說 就整體而言 我們應該對於任何事物都要追究它的理性 客觀性跟普遍性 上禮拜我們有解釋過 就個人而言的話呢 我們遇到事情呢 我們一定要有質疑發問的能力 我們一定要有論述說理的能力 我們一定要有與別人展開對話的能力 我們最後一定要有創造自己的理念的能力 你學哲學的話 如果沒有達到這四種能力 你就告訴自己你浪費了一個夏天 你就浪費了一個夏天 因為它這麼辛苦 這麼熱 害了我來這邊受罪 我到時候把清水公布給你聽 你們都會哭出來 至少我兒子會哭出來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說 你把這種能力學好了 然後另外你就把前面兩種能力綜合起來 應用到生活當中周遭任何事物 任何事物 所以我們上課 包含從大到為什麼我們國家要實行民主制度 小到為什麼一到夏天台灣人喜歡穿假腳拖鞋 都可以用哲學態度來回答 都有一番哲學論述可以從這邊開展出來 包含人所謂強調的所謂的真善女勝的問題 都可以從這種問題回答 生活周遭 所以這個大家同學一定要放在心上 才作為有用 我們台大老師開一個課給台北區大學的學生 的目的就是要能夠upgrade你們思想的成績 尤其是哲學課特別重要 因為我們的哲學課平常遭遇到政府無形的打壓 痛恨 詆毀 醜化 抹黑 所有政治伎倆全部用在我們這個科目上面 那國家的全名 我發明一個英文字 在英文不存在 但是在中文存在 叫stupidization 就是愚蠢化 整個台灣教育過程就是a process of stupidization and then you are all stupidized 就是這個過程 所以同學們要來 那我們今天講的知識論呢 就完完全全體現在這裡面 我們主要強調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 哲學革命 第一個哲學革命 第二個 追求最最最堅強的理性 普遍性跟客觀性的知識技術 第三個 一定要徹徹離底發展懷疑的精神 所以西洋哲學一開始就是 徹徹底底的實現 我講的閃耀原則 那麼這個人的話呢 叫做梅卡 迪卡爾 叫懷疑坊 所以我們有沒有看到這幾個字的話呢 現在聽我這樣一介紹以後 你要有震撼力啊 會覺得說心情中要罵一隻國馬 他媽的 真的重點來了 這個老師沒有在亂講 我們的文化為什麼處處 卑劣不堪啊 什麼鄭和下西洋愛好和平 不知道怎麼樣什麼什麼告訴你 什麼中國人長期以來就是 從來不以為發生戰爭 什麼中國人社會當中 從來沒有因為宗教打過仗 什麼中國人社會向來就是一個 只有發明而不以為人真的社會 這些都是在哲學思想上 一種懦弱的表現 大家要了解 要了解我上禮拜一開始Post裡講的話 西洋人征服的史詞 靠的是他們的科學跟宗教 他們的科學跟宗教能夠征服世界 靠的是他們的哲學 我今天是帶著一種非常悲創的心情 非常 講了一種幹的心情來上課 為什麼我所出生的這個民軍 這麼簡單到底想得透 我們學了民主跟科學一百年了 武士到現在一百年了 結果呢 我們沒辦法理解什麼叫民主什麼叫科學 大家還洋洋刺著關上門考連考 像以前考科學一樣 這個都指在檢討 為什麼我說一看到迪卡爾就指我情緒上來了呢 大家可以了解到 迪卡爾本身來講 他做了一個 以前我在歐洲讀書的時候 我們老師做了一個比喻非常好 至今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說歐洲的科學我們迷 歐洲的哲學思想 經過了希臘時代 經過了羅馬時代 經過了漫長的中世紀 所有人在黑暗的大海中航行 一直不知道該往哪裡去 直到有一天船撞上了一塊礁石 那塊礁石名字叫做迪卡爾人 大家知道著陸 從此西洋哲學一卻不復帆 我跟大家講一個更精彩的例子 以前我讀的大學很特別 我在海外 首先跟大家介紹過嘛 我是有名的老小留學生 就是說我當晚兵人也跑出去讀大學部 所以就年紀很大 但是幹小留學生的事情 我們那個時候我的大學非常特別 我的大學分兩個部門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講法文的 另外一個是講荷蘭文的 完全不一樣 然後教室彼此之間就在一起 就像你剛剛走過504的時候 504老師上課全部是法文 到了505就變成荷蘭文 我的教室就這個樣子高法 然後呢 我們老師呢 我的老師是講荷蘭文的人 講荷蘭文的歷史呢 荷蘭文其實是一種德文嘛 德文系統就是從希臘教起 勸大家有空的到柏林去看看博物館 就知道為什麼德文人習慣拿希臘文化上自己文化的起源 所以講荷蘭文基本上是從希臘文裡講起 可是我的老師跟我說 他每一次經過法語部的哲學史的上課的教室的時候 內心中都非常羨慕 為什麼呢 因為法語部講上哲學史 從來不先上Tales 不上希臘哲學 他們一開始上第一個人就是迪卡爾 剩下的所有的希臘哲學史 通通是一個批判的對象 精彩的 沒有法解 一開頭就是破題 新的哲學就從這開始 沒有第二個選項 看我現在講的希臘哲學史 我現在上課 我在台大就教希臘哲學史的課 希臘哲學史課由我擔綱已經五年了 小有名氣每一次也都是高朋好做 可是呢 我都像講故事這樣 因為我講希臘哲學又講中世紀哲學 這兩個講下來的話呢 基本上按照我學校老師所羨慕的對象而言 等於是還沒開始 所以就是說這裡 那同學們今天在這堂課當中 就要看清楚 丁卡爾做的哲學革命意義在哪裡 意義在哪裡 我知道 我知道在座的人 不一定都是我們學校的學生 有60%不是 我也拿著去問誰是誰不是 但對我來講這不重要 因為我根本就 我完全看不起這套教育制度 我跟妳講良心話 因為剛剛拿著東西有什麼 對不對 我現在問就是說 經過我的解說以後 誰的眼睛散發出靈光照到我 那我覺得這就是人才 願意結一生之交 所以眼睛遲鈍目光呆色如鬥 那媽算了 你就是就坐在我旁邊 我也不覺得重要 所以大家都知道 這個完全是一個 完全這個 哲學概論等於是一場選秀大會啊 看看人才在哪裡 因為這個思想很特別啊 對不對 因為沒有 因為現在大家講說批判能力 對不對 對話能力 論述能力 還有創意能力 這些東西 都沒有辦法說得清楚 到底是什麼的啊 不容易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看德卡爾怎麼樣發握 然後他展開了傳統 所以我們要講到三個 就是德卡爾 雄姆 康德 以及對於主體的挑戰 好 那我依照傳統先 針對這個整體呢 做幾個分析 好 這個知識論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英文詞 叫epistemology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我們學一下背的英文詞的操場 這個epistemology 連名字都懂 這個epistemology 就是來自於兩個希臘的字 一個叫做epistema 另外一個叫logos 這兩個字都非常重要 因為epistema 在原來希臘文的意思 就是科學的意思 science 這個等於是 因為這個字在 這個在拉丁文叫三想 這個logos的意思的話呢 就是後來會變成邏輯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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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logos 本身的話就是rachinology 理性的意思 所以這個是epistemology 那我們主要有四個重點 你朋友的整體 就是我們今天上課要講的內容 因為我在整體講完以後呢 我再講的朋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Herné Descartes Herné Descartes的話 因為他是法國人 他是法國人 所以呢 這個就是他有一個就是 很重要的懷疑的方法 好 懷疑的方法 這是迪卡爾他提出 他這個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說 懷疑 懷疑到什麼 懷疑到我們都 到一個非常極端的懷疑 他懷疑有三個層面 第一個 當然我們要懷疑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經驗 感官思覺 就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夢 你夢裡夢外 等一下我們會談到 第二個懷疑的話呢 我們要基本上懷疑到 我們有 我們生活當中有任何能夠區別 什麼叫做真 什麼叫假的能力 包含什麼呢 包含數學 我們甚至要懷疑數學是不是 我們怎麼會產生數學 這個產生數學是外力的影響 有一個妖魔 每當我們摘了 這個蘋果摘了第四次的時候 到底說每四個蘋果就應該多增加一個 讓我們突然啪 抽走一個 讓我們以為應該是五個變成十 懷疑到這個地步 有沒有可能確保數學是一定真實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懷疑到我們根本就無所知於一切 只知道什麼了 只知道我們現在正在思考 就是迪卡用了極端的一個懷疑 目的為了要追求百分之一百的知識 這個知識就是這個知識 就這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是David Hume 我們昨天也強調的 這個剛好 因為我們昨天最後強調的重點是 就是David Hume 所企圖理解就是 所有我們對於一切真實的認定 完全是來自於一個經驗的一個基礎 心靈的一個認識 所以David Hume 基本上呢 是延續了延續了懷疑方法 更激烈的懷疑 強調經驗的內容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對於David Hume 來講呢 所有我們能夠知道的東西 我們唯一能夠確定知道的 只有這五種感官 視覺、嗅覺、味覺、觸覺跟聽覺 就是我聽到的 然後呢 冷氣的那個風扇聲 還有同學 那個蒜皮的聲音 現在沒有了 謝謝等等 然後呢 看到了 我看到同學的絕大多數呢 他都穿著黑色的上衣 有人是白色的 有各式各樣的顏色 我是沒有機會去舔你們的 就是味覺是 然後呢 然後呢 還有這個 嗅覺 這個蜜蜂蜂蜂蜂 大家 小吃番薯 可能大家上網三個小時再講 痛苦 還有小路出去 等等等等 我們都知道 Gabby Hume說 我們知識內容 完全是這種感官經驗 除此之外 像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去打撞球 我們去打撞球的時候呢 我呢 拿球桿 點了白球一點 然後呢 紅球就靜帶了 那當你要問到我說 是誰讓紅球靜帶的時候呢 問題答案很明顯就是我 因為我是那個 cause 我是那個理由 使得那個 紅球靜帶 就是這個 the red ball is passing to the pocket 這件事情是這個結果 是這個果 effect 對不對 但是Hume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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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有看到causality 你只看到我拿著球桿 對著那個白球很近的時候 那個白球自己動 然後白球動了以後呢 離那個紅球很近的時候呢 紅球自己動 然後掉到那裡去 除此之外 你沒有看到causality 你會很自然的attribute 你會自然的給 給定一個理由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一個學生 他考到台大 大家高興麻煩我講說 解釋為什麼要考到台大 因為他很用功 白天晚上都在讀書 從來不睡覺 所以他就長台大 這種attribution 這種給定理由的方式很自然 但是對Hume來講 這是錯誤 但是他自然到一種非常習慣 所以Hume基本上反對不一定要 這是我們第二個要強調的重要人物 我們第三個強調的是康德 康德在知識論中只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昨天講的時候 大家講知識來源 到底是心靈的鮮豔的部分呢 還是完全來自於經驗 到底是迪卡爾對呢還是Hume對 所以同學們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有明顯的兩種對立的立場 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迪卡爾的理性主義 另外一個叫做Hume的經驗主義 在這個立場當中 知識成為可能 客觀性成為可能 普遍性成為可能 理性成為可能 科學成為可能 因為康德看到了牛頓偉大的科學很久 他說我一定也要在哲學系統中 做出像牛頓一樣偉大 什麼偉大呢 牛頓偉大在哪裡呢 牛頓的偉大在於說有限的頭腦裡頭 我們每個人頭腦是有限的 居然能夠有無限的理論 牛頓的理論在當時的話 絕對的運動 絕對的時間 絕對的空間 構成一種無限的概念 然後康德非常感動說 我們在哲學的有限頭腦當中 也要創造出無限的系統 要了解科學的普遍性 理性以及它的客觀性 也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我們認為康德重現了知識 最後我們要對於這種主體性 來自於我們每個人的批判 所以從這裡頭同學們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今天要上的主要的四種內容 這四種內容呢 使得我們能夠呢 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除了我講的哲學的三樣特技以外呢 我們能夠更進一步的了解 更進一步了解 那麼整個哲學在討論最重要的問題呢 是知識的問題 而且在討論知識問題的時候呢 迪卡爾能夠這樣子發問主要原因 是因為科學的發現 請各位注意 如果沒有科學 如果沒有科學的時候 中國的野蠻民族 蒙古人可以輕鬆地達到位 可是有了科學以後 英國人一個艦隊可以輕鬆地達到位 所以科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數 迪卡爾也因為了解到這一點 所以就做成了我們的發展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傳統 那麼也是基於這個緣故 我們能夠了解到我們今天要上課的主要內容 好 那我們現在 好 我們現在繼續上課 這是這個四點 對我們要講的這個答對 首先是迪卡爾能關於方法 迎接新科學 好 迪卡爾能夠 好 迪卡爾能夠 早期接受耶穌會的教育 終其一生信奉獻神教 為什麼宗教的背景很重要呢 因為呢 所有信教的人呢 在座一定也有信教的人 沒有信教的 也有被人家拉到去教會的經驗 拉到教會經驗呢 就會一進教會呢 會出現一個大疑問 牧師到底懂不懂 牧師到底懂不懂自己在講什麼 牧師憑什麼開口閉口說 神說這神說那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像我本身是一個宗教性格非常強的人 可是我為什麼遲遲沒有信教 因為我覺得牧師跟神父的程度太低 完全沒有辦法說服我 我自己的話呢 我自己 因為我以前我以前的同學 以前我讀書學校生學院是非常留意的 我跟我同學聊一聊的時候 我就是非常感動 我覺得他們對於文本的熟悉啊 知識程度的聲稱啊 會讓我非常感動 所以呢 我經常呢會自己 以前我寫博書論文的時候很痛苦 常常想說唉算了 不要活了 我小的時候呢非常怕鬼 怕黑 我長大寫博書論文的時候 突然發覺如果地域就是如此 那我寧可到地域去 因為那個寫博書論文 比活在地域裡頭還要痛苦 我在外面讀讀了十幾年的書 卸不管你看我哪有什麼責任 所以我就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我們經常呢在寂寞的時候呢 會拿出聖經看一看 我們聖經看一看 我們有自己的體會 我們有自己的疑惑 他比如牧師跟神父 斬丁戒鐵講的內容 非常荒謬 你懂嗎 非常荒謬 為什麼 因為有關於人的信念信仰的問題 沒有那麼簡單 你必須看到文本以後產生感覺 而這個感覺會使得你對於事情的真相 有所認知 是基於這個緣故 因此宗教很重要 另外他也是學了物理學跟數學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數學中集合 叫做什麼解析集合吧 Analytical Geometry 是Decart Farming的 從此幾何圖形跟代數的結合是Decart的關係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貢獻 極其重要的貢獻 所以這個就是他們 這個在歐盧跟英國大方裡面的貢獻 Decart他的理由就是先接近以數學為基礎 發展出一個全新的科學系統 那麼他在解析集合 以及物理機械論的貢獻 讓他成為十七世紀科學界中的佼佼者 這個Decart跟牛頓的系統拼上拼下 牛頓的系統叫做這個Gravatational Force 萬有靈力 Decart的系統叫Votex Theory 渦旋理論 後來固然是牛頓的理論在計算上 獨佔凹頭 但是呢 牛頓的理論不能夠解釋 為什麼行星造型的規則是同一個方向 Decart的理論可以解釋這個部分 所以他還具有他的優勢 好 那麼這個 Decart最重要就是談到這個 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 他主要的貢獻 Decart最重要的著作是Meditations 在這個Meditation當中呢 這個Meditations呢是 因為這些書你們在網路上都可以找來看一看 Decart在Meditation當中做了六個步驟 來懷疑重建知識 他先提出懷疑 前三個提出懷疑 後三個重建知識 好 那麼他懷疑的方式呢 最後得出了很有名的話 就是我們的中文也知道 叫做我思不我在 I think there was I am Cuchito Ecosome 這是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那麼我們一般來講的話呢 通常都是從Decart有關於 他的懷疑論 Decart的懷疑的方法 最主要的metaphorical representation 就是他的夢 我們在座的每一個同學都有做夢的經驗 對不對 你怎麼講說你沒有做夢的經驗 但是呢 有哪一個在座的同學可以告訴我 當你在做夢的時候 你明顯知道你在做夢 而不是不在做夢 有沒有誰可以告訴我 有沒有哪一個人 你們兩個都可以是不是 你可以 你明顯的知道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 你很明顯的知道對不對 你在夢中 會不會有生氣或高興喜怒哀樂的情緒 會不會有 會不會有 有對不對 那你在夢中的話呢 你的喜怒哀樂是真的喜怒哀樂 還是假的喜怒哀樂 真的還是假的 蛤 不是嗎 你先問男生再問女生 女生都比較難搞 不要生氣 你的喜怒哀樂是真的還是假的 真的喜怒哀樂 那你現在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現在你有沒有在做夢 你現在有沒有做夢 你現在有沒有做夢 好 我們可以用西洋哲學的這種 villiance來回答這種 現在沒有 我現在是一個沒有做夢的人 我現在是一個正在做夢的人 就是要用詩來表達 我現在沒有做夢 那你現在會不會有喜怒哀樂的感覺 會 你現在的喜怒哀樂 感覺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也聽仔細的 你也聽仔細的 等一下我們同學 不用浪費時間了 你現在的喜怒哀樂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現在的喜怒 比如說 我知道你看起來滿酷的 我一直沒有辦法 讓你感覺到很高興 但是我突然沒事 然後先打你頭一跳 你會不會很生氣 如果我真的這樣幹 我現在出來就敢打你頭一跳 打完以後你會不會很生氣 你會不會 會 真的生氣還是假生氣 真的好極了 那你在夢中的時候呢 我如果同樣幹這件事情 直接打到你頭上 你會不會生氣 會 真的生氣還是假的生氣 好極了 兩個都是真的 你憑怎麼說哪個是真的 哪個是假的 你回答 你回答 他不用回答了 你回答 兩個都是真的 你憑怎麼說哪個真的哪個假的 你憑怎麼說 全班人一起回答 哪個 你憑怎麼說哪個真的哪個假的 你憑怎麼說 你憑怎麼說 都是真的東西 你如果 你如果憑人說 這個都比較真那個比較假 哪個 你可以這樣講嗎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能 你覺得可以嗎 不能 好 第一排同學都是我 花錢請來的案子 都不能 都不能 有沒有同學認為能的 好 你說 那如果是你痛的感覺 你不要問我回答 這個 如果 我就問你 兩個都是真的感覺 那可是有一個會有痛的感覺 啊 有一個有痛的感覺 就是會有真實的知覺上 我痛的時候我生氣 對 所以你在夢中 你的意思說夢中不可能有痛的 然後 不是夢中才有可能的夢對不對 你在夢中醒來就不痛 那我問你 你這個痛的定義是什麼 你知道痛是什麼嗎 我問你你有沒有夢中夢到失戀的感覺 然後心裡痛的不得了 有沒有這種可能 啊 有沒有 然後我夢中的失戀的痛是假痛 我告訴你夢中有時候搞不好更痛 對不對 你以為痛就是那種什麼被火燒到的感覺 你夢中也可能被火燒到啊 你會害怕啊 對不對 你不是說 你不是說痛有一種 你痛你痛是一種心理狀態的反應啊 對不對 這個反應是真的 我現在問你的不是說 怎麼去定義什麼叫痛 那是一個neuropsychological neuropsychological的問題 可是我現在問你說 你有感覺這件事情 那個感覺是真的還假的 現在還有誰沒有被我說服的 還有哪一個 啊 你說 講清楚了 責任越來越高 這籌碼越來越高 不是嗎 鞋子那兩隻鞋子一起飛過去 那兩個都是真的 啊 那一話這也是我講的 你知道我反對什麼東西 我就講兩個都真的啊 我覺得通路真的啊 那我就投資深 我很高興 好 好 全班人都支持我了 沒有人有反對意見了對不對 好 就說我們在夢中 好 夢裡跟夢外有沒有客觀標準 可以區分他們有沒有 一起說 好 等一下等一下 OK 你們的籌碼已經很高了 一定要去付代價嘛 先站起來介紹一下自己 好 站站站講 我發現只是說 你說 夢裡跟夢外的感覺 都是真的 但是 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 嗯 就是 我們夢到的東西 有可能就是 不符合的邏輯 就是不可能發生 例如說 我現在就找哪些是丟到 那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些事情 我們不敢在真實的時候做的 但是 我在夢中 可能是真的 真的 我現在大陸還可以討論 越激烈 我先丟鞋子 你當然 不是來的 不是來的 你這樣 沒有夢到 我在飛 但是真實的時候 我不敢在飛啊 所以我跟妳講嘛 這個感覺就是說 你在飛以後 你會融入那個飛的情境當中 所以你覺得 要飛要小心 不要掉下來 這個感覺都是很真實的 沒錯喔 他不可能 我現在 在這個 就是現在這個感覺 都很強 因為你現在是用 你的邏輯來判斷 我在夢中只會 使得你的感覺 開始運作的過程是真實的 你既然是活在一個真實的情境當中 你就無從脫離這個情境 來判斷這個情境是真是假 你懂得意思嗎 對不對 我再重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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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你還會覺得說 是當局者迷 對不對 什麼叫當局呢 就是說比如說大家都知道 這個人是混蛋 天生的混蛋 你跟他在一起 你一定倒大煤 但是當常在的人的話 就覺得說我跟他在一起 每一分鐘都很快樂 就將來倒一輩子沒有 我就不能跟這一分鐘的快樂做比較 這叫當局者迷 他在當下 他沒辦法脫離這個情境做判斷 這就是夢的情況 我們日常生活中 現實情況也是這樣子 比如說有一天你離開了這個 這個環境你會發覺以前你所在乎的一切 其實並不那麼重要 比如說我曾經一度 為了某一科的國文的那個斷考 結果考的媽 遲奔不到很難過想自殺 後來回頭想起來是南科一夢一場笑話 對不對 因為斷考整個教育都被我否定了 斷考算老幾 對不對 所以你就不會在乎這個他 對不對 但是你在當下的話呢 你會很在乎啊 覺得對不對 老子把你叫起來全班一起走話 啊很爛 準備留級了什麼什麼的 你就心裡很難過了 受到創傷到現在依然不能貧富啊 對不對 是這個道理啊 所以我現在只會夢裡夢外啊 對不對 我沒有辦法區分啊 所以大家認為 原有的思考不足以成為標準 因為缺乏基礎 只有方法的正確運用 才能夠提供知識的基礎 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就是說 如果夢裡夢外不能區分的時候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有一個真實的基礎 我們除了感覺上為真以外 沒有其他為真的客觀標準 客觀跟主觀不一樣 因為你感覺為真是主觀上感覺為真 對不對 對不對 要聽到感覺嘛 就是主觀的 可是客觀的呢 客觀的意思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跟個人感覺 分離的 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才有可能啊 才有可能做出判斷 才是真正的基礎啦 否則你都是夢中 有什麼用呢 所以呢 底卡爾在知識分中提的問題是 如何獲得100%的肯定 這個很重要 昨天我們討論過 前天我們討論過這個問題 很多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求真這麼重要 我說因為你不願意被受騙 而且你有好奇心 如果你知道你現在相信的東西不為真 你想不想進一步去發覺它到底是什麼 想啊 對不對 你不要說到底是什麼 這個沒有用 不過你想不想知道真理是什麼 你當然想啊 有個同學還問我說 老師萬一我沒有好奇心怎麼辦 我答案是不可能 你是人你就不可能沒有好奇心 為什麼 因為我現在明明知道真理了 比如說我現在跟大家講 對不對 啊 前天已經表演過了 不要再表演了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拒絕激進的現象 拒絕激進的確定的教條 拒絕過去的權威 所以只接受個人理性驗證為真的道理 好 那麼這個就很清楚 對吧 好 所以迪卡爾的目的是建立一個統一的理論 將整個宇宙透過數學來解釋 或者支持原則的方法 或者支持有 它強調一種分析的方法 拒絕偏見 分析成細部來解決問題 由簡而反 由潛而生 建構解決問題的資訊 全面確定沒有任何應當解釋的對象 我跟個人會稍微強調一下 這四個ABCD 基本上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科學方法 我們的科學方法很早 就以確定它應該使用的目的跟原則 是這樣出現的 好 那麼所以呢到了這個階段呢 好 迪卡爾呢有提出一種方法論 方法是什麼 方法不是證明已經知道的東西 也不是系統安排知識 而是正確的發掘事物 正確的發掘事物的本質 這是方法 好 現在呢 迪卡爾要做的方法呢 第一個就是規則的運用 運用我們的理性 所以這個有的時候啊 就是要讓同學們可以了解到 西方這個科學的發展建立基礎 在哲學上的重要道理 因為沒有這樣的基礎 是不可能出現這麼偉大的成就的 好 我這個就是強調皮卡爾的 運用力找出事物的方法 方法能力在於發掘事物 找出它們並且學運所找出的偉真 例如幾何學先有功力 然後經過推理證明出定義 這個就是一個數學的應用 數學的應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免範 數學的應用是數學啊 同學們要了解 所以你幫我把他們關起來 以後再進來同學 數學非常特別 因為數學強調的是一種抽象的推理 那麼這種數學抽象推理 因為它是抽象 它不跟世界接觸的 所以它一定為真 一定為真的前提是 只要你接受它的功力 所以我們基本上說 數學是一個 它是一個以功力為主的System 這個觀念的認知 有兩層面的意義 第一層面呢 是數學本身接納了功力以後 又固定的推理得出定義 透過定義的運用可以衍生出公式 衍生出公式以後 可以作為習體來練習你對於公式的熟練程度 好 那麼就有非常多的演算過程可以去除 然後這個呢 很莫名其妙的 轉換成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基本上的話呢 所有考試都在考數學 其他的學科沒有太大差別 只有數學一科決定你的生死 在大學中尤其如此 我們在台大 所有的科系全部都至少都以統計為主 只有文史則三個系 我們哲學系還有數理邏輯這個部分 是以數學為主 所有大學的學科 基本上到大學回來不做數學 你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多事情好幹 這是我們教育當中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東西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說 數學呢 本身啊 是intrinsive idea 它是每一個人啊 天生啊 對於推理能力 因為數學涉及到你的推理能力跟你的記憶能力 有一些人記憶力強的能夠透過呼吸 回答來回答練習 之後就沒興趣了 有一些人天生他不用讀書 他就有推理的能力 這種有推理的能力呢 我算一下大概是千分之一 大概是千分之一的人就這種能力 就是說不用讀他照樣會 這種人基本上在台大比例一件事 但是不用替他們感覺到高興 也不用替他們難過 通常數學能力強的話 他的口語能力就弱了 因為他發覺多說無異沒有用 腦袋中已經非常清楚 所以你只要碰到一個很會讀書考慮 但是說法半天扯不出個屁來的人 大部分都這種人 所以數學本身有一種非常獨特的能力 他可以作為知識的點半 所以那個比卡特會強調就是說 用幾何學的方式造成功力 所以有關於 所以同學們也要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全世界也只有來自於希臘文明的西方哲學家 與科學家會把數學那種抽象的演繹能力 當成每一個人應該具備的能力之一啊 我再重複強調一遍 你可能心裡還沒有聽懂我講的意思的重要性 我們現在的教育要求每一個人的數學都要好 否則會受到社會中大眾對我們期待的唾棄 對不對 就是你數學不好你就什麼 你就 以前我上課都很刻薄 我在台下上課都喜歡拿學 需要拿例子 今天就不行了 所以我以前的老學生在台會知道我喜歡拿學 需要拿例子 今天這樣我們有騎士進行 這要特別小心 我不能夠排除在座 也有南台科技大學的學生在 以前都是在討論昆山科技大學 現在這個都不行了 但是數學本身在教育上的分類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而這個角色使得我們面對一個非常殘酷的教育制度 因為每一個人的數理能力是天生的 然後你天生沒有這種能力 你就會變成教育中被否定的一部分 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因為我們全盤接納了西方的教育 而西方的教育就是兩樣主流 數學跟語文 那因為我們的語文不是世界的主流 所以我們語文就轉換成為學習英文 我們學習英文的方式跟學習數學沒兩樣 也是用考試 所以九二九就全部變成數學 我們這種完全只有數學的教育 是我們一般學生學得很重要的 這是主要的原因 如果你不從事一個哲學的調查 你不會有這層面的了解 所以我自己對我的兩個小孩一判斷 到了國中 第一次數學一回來 一看完 了然於兇 這輩子不用太指望了 就是果然如此 果然如此 其他的話呢 然後這個跟你爹幹什麼的一點關係都沒有 因為這個是一個 intrinsic idea 所以同學們可以聊天 好 那麼這個 所以這一切的話題就是跟尼卡爾的發展 而不是世界的關係 非常重要 你在座很多人 有的是得力者 有的是受害的人 得力者 像有一些口語能力很差的人 在英國 在歐洲讀書 成績都照樣很差 因為對於語言 the idea of expressing everything in terms of correct and accurate words 的這種表達能力 一般來講人並沒有 如果沒有這種能力的話 在那邊教育也會行 在那邊沒有 只有數學一項 所以基本上台灣成績好的人 就成績好的人 這再多有很多台大人 他們知道我在講 我沒有開玩笑 好 所以呢 無非清晰的認識 我呢 不接受任何事物 甚至懷疑原來接受事物的真實性 這導致知識論的轉向 我們叫the abysmological term 好 調查的方法 找出事物加以確定為真的方法 那麼這個 迪卡爾的目的 以一個什麼都不知道的人出發 然後呢 個人之力來發育確定真實 迪卡爾的懷疑方法 最有百分之百確定 什麼叫做clearly and distinct identify and recognize it 他懷疑外在世界的存在 因為外在世界的認知 用夢裡頭就說明 夢裡夢外 我們知道夢裡一定是假的 我們知道夢外一定是真的 可是夢裡夢外不能區分 所以我們不知道到底什麼是真的 對不對 剛剛已經全班人一致同意 沒有一個人例外 你不是也同意過嗎 你要反悔是不是 對 就是我當然 好 因為我收回 那叫睡哪科 所以我需要彩科 你們需要哪個 你們需要哪個 就是我發現那個 就是 就腦波來講是一樣的 是發生肌肉沒有電波 就腦波來講是一樣的 然後呢 就是肌肉沒有任何的電波 肌肉中沒有電波 就是你選擇 那你現在想說這個 電波跟倒波你要幹嘛 就是我跟說你在 身體上 對啊 誰說誰一邊睡一邊動 沒有人說哪個人一邊動 蛤 可以區別就是你從第三者角度 看到這個人是不是在做夢 自己的感覺的自然在動 可是 你把肌肉用的 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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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我講的重點 我講的是做夢人的感覺 當中的真實跟不真實的區別 無從的區別 可以了吧 你是不是最後一個反叛者 還有一個最後給大家的機會 因為這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 如果全班沒有一個人反對 包含我們攝影的阿伯在內 如果沒有一個人反對的話 我才能夠繼續 如果想說我知道 我現在有沒有在努力的話 這個就沒辦法講了 對對 全班沒有人反對吧 你還在反對嗎 欸欸欸欸 要真心實意的 不是這樣 那就沒有意義了 對 沒話講了吧 還有人有不同的意見 沒有人了吧 全部人都贊同了 我也贊同阿 夢裡共外在區分 所以呢 外在世界就可以被懷疑阿 對不對 那現在呢 還可以更懷疑什麼呢 還可以懷疑個人的存在 比如說我現在因為 因為外在世界都包含你跟我嘛 其實這個同學 對不對 我現在面對他 裝小啦 所以比較好談 對不對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你看 現在我懷疑他的存在 他還懷疑我的存在 所以呢 因為我有懷疑他 他有懷疑我 那我自己到底什麼存在 也可以被懷疑 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看到自己這一切 對不對 我可以看到 比如說我在夢中可以看到 我被人家拉去五花大寶 一下手跟腳 全部砍掉 變成肉球 我可以懷疑阿 對不對 我就是懷疑手跟腳都沒有了 對不對 但是呢我的精神在 比如說我突然發現自己被別人當成了文天祥的 我說你就殺了我 天理有正氣 殺人不流行 你就是把我搞成肉球 我一樣寧死不從 我講完這一套以後呢 我覺得我正氣靈蘭 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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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這個這個 胸懷日月口弦乾坤 這個這個 非常非常的這個 有這個靈蘭的正氣 所以呢 我的正氣呢 讓我呢 失去手足再手不洗 那我變成我自己的話 手足失去了 結果我剩下肉球了 肉球之後 肉球可以再分一半 只剩下純粹剩下 剩下共完了 整個長得只剩下一顆共完了 然後呢 很噁心 改成魚丸是不是懷疑 反正我懷疑 另外的話呢 我還可以再懷疑什麼 不是 那有人講說 好了好了 外在世界跟你個人都可以懷疑 那你是不是懷疑數學 mathematics 你不能懷疑吧 你開始講說 數學我也要懷疑 我懷疑一切 我唯一不能夠懷疑的一件事情 是我正在思考 就是I think 這是我唯一不能懷疑 對不對 對不對 同學有沒有聽得懂這個邏輯嗎 對不對 沒有人聽不懂吧 我唯一不能夠懷疑的事情是 有一個think let's cogito 有一個think let's 有一個東西 他正在思考 這是我唯一不能懷疑 至於它是什麼我都不知道 其他的我通通可以懷疑 對不對 那我這邊做了一個註腳 我覺得很棒 這是西方個人主義的企業 所以同學們要注意 西方講求的是個人主義 我們的文化講求的是家庭主義 所以我有時候很懷疑 我們中國到底有沒有現代的國家觀念 到今天我就懷疑 因為我這個 所以我最近在寫一篇有關於政治哲學的文章 剛寫完所以今天心情特別好 然後呢我們就要來探討 這個西方個人主義的發展 比如說我懷疑外在世界的存在 我怎麼知道華盛頓在美國 大家看這個例子不要笑 本來我的助理講 我怎麼知道華盛頓在美國 結果他照片給我搞成華盛頓周 他講的是華盛頓DC 所以我沒辦法 我就要把他改DC拿掉 我是讀的看的寫的聽的 哪一種方式可以為我們提供100%的確定性 答案是沒有 沒有任何方式 所以我懷疑個人 我怎麼知道我在這個教室中是確定的 你知不知道你在這個教室中是確定的 你知道現在知道是確定的 那我現在這樣子居高低下對你講話 給你印象會不會很強烈 不一定 我現在對你講話很大聲 你覺得會不會印象很強烈 不會 這也是裝槍 這是負兩倍的結果 但是呢 你一而在的違背自己的心意在說 對不對 那我現在面對你 跟對那個人 這個距離有一點差別 這個是不容不容的 他在那邊比較遠 在那邊比較近 那我現在對著你講話 我現在這個深尋緩緩 寒情漫漫的看著你 你覺得這個印象還算有一點印象吧 比對那個人的話 我講說我現在 我這樣子看著你 印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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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你這邊看到我臉比 你這邊看到臉大了吧 他那個臉快的時候只有這麼小 你看他的臉快多重 臉沒有很大 但是其實蠻大的 那日有所思也有所夢 對不對 那我突然今天跟你來一段激烈的辯論 不管印象強不強烈 總是進入你的記憶當中了吧 對 進去了沒有 你現在知道有我這個人了吧 穿了一件這個綠色的這個上衣 這個你還記得吧 你到晚上睡覺做夢的時候 你夢到在教室 我又來這裡逃對你講話 你有沒有可能排除你會做這樣的夢 不排除你做這個夢的時候 你當時我們按照我們剛剛講的 你在夢中又夢到在上課了 對不對 你現在跟我認識的關係 唯一就是在這堂課當中嘛對不對 所以現在印象強不定晚上做夢 又夢到上課了 又上課了對不對 那你怎麼知道你在這間教室中呢 你如果做夢的時候 你確不確定你在這間教室中 現在嗎 你做夢的時候跟現在嘛 兩個不能分對不對 那現在是夢還不是夢 現在不是夢 現在不是夢 那你做夢的時候我也問你說 你知道現在是夢還不是夢 你說 不是不知道 做夢的時候也一樣不是夢啊 因為那個情境是真實的啊 對不對 所以是你不知道啊 做夢的時候也講不知道 現在的時候當然也講不知道 因為現在跟夢中是完全不分的 所以你們剛剛都同意了 我也同意了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在這間教室啊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你這樣說我現在做什麼 我怎麼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還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你不確定你在教室中 你不要搞錯我不是先人的 你不確定我也不確定耶 對不對 我現在看到你印象深刻 我後來就沒有看到學生留這種髮型了 好啦 我浪費時間 因為我看到到其他人 因為我看到在這間教室 因為我就覺得我存在的教室中 是因為哪個理由 你是因為哪個理由 看得到其他理由 因為你確定 是哪個理由 覺得你現在確定你存在的 哪一個理由 我這邊有三個 是哪一個意識狀態 哪一個 第三個 因為我就是覺得我存在在這個教室中 沒在那裡 沒在那裡 好啦 你也知道答案 我不用多解釋 你能夠確定你不是在做夢嗎 你剛剛講第三個 戴白眼鏡的這個同學 你能夠確定你不是在做夢嗎 好啦 多龍 那再多講 沒想到莊小青就做錯位置 數學的存在 注意喔 這是最極端的 這最低卡來講已經是最極端的 最極端的懷疑 數學連數目都有可能不是自明的 他說會不會有一種妖魔Demon 用詭計迷惑 讓我以為數字就是應該這麼計算 其實有可能不是這樣 就是通常狄高在想這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他本身做解析幾個他非常清楚 因為你所有的數學 這個問題其實在我們今天講的 已經不負它 因為原來大家認定 所以幾何學歐式幾何學 長達兩千年的歷史 都是唯一正確答案 後來當大家發現非歐幾何學 就是大家發覺兩條平行的線 兩條永遠平行的線 最後他們這個永遠平行的結果 不會出現 就是他們永遠平行的結果跟 到最終的時候呢 他們用那種反正法 反差法 就是說它會不會產生矛盾 結果產生的結果是 反正要平行線實距下去 跟它自己的相反之間 不會逐漸矛盾 不然而言之的話 我們發覺我們現行所接受的幾何學本身 是一種假設的結果 接不起邏輯的解禁 所以構成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數學大革命 就是Positive 我想問一問就是 那就是尼法怎麼就是確定 他在思考是就是理智的是客觀 這理智跟客觀到底什麼意思? 你怎麼知道你沒有個人 集聚在裡面然後沒有客觀? 非常簡單 他只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個東西是在思考 不是嗎? 可是剛剛也有一種理論就是 其實就是我們都是在按照的上面 創造劇源走 其實我們根本就不是在自己思考 我們就是自由的思考 我們只是就是 對 但是你現在講到這個問題 你現在懷疑了一切 你根本就懷疑了你那種上帝的創造 你現在通通都懷疑 這一切都假的 都懷疑 都假的 連你存在我存在都假的 可是你說不是思考是真的 對 不是思考 不是我說思考真的 所以你現在所有這一切都是假的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有個東西正在思考 它不一定是我的意思 對不對 這不是很合道理嗎? 對不對 拜託 人家經歷過400年的檢驗 能夠會輕鬆 所以我們談論談論就垮了嗎? 對不對 其實大家心裡也知道 我們的戲劇張力 是老師刻意製造出來的 是人家迪卡爾是非常穩定的 好 如果你追求100%的確定 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小結論 偉大的數學家、哲學家、科學家 迪卡爾透過如下兩個問題的方式 第一 發覺我們能夠知道什麼 第二 如何確定知道這是什麼 迪卡爾的懷疑方法 將所有不能夠經由絕對的確定性 所展示信念放置於懷疑之中 迪卡爾甚至於能夠顯示 所有我們數學、科學、宗教以及日常信念 真的都不能夠通過這種懷疑方法的建議 好 這個是迪卡爾的構想 好 我想我們應該已經下課了吧 只是他沒有敲鐘而已 我們下課休息時很久 好 我們繼續上這個 迪卡爾的部分 我不能夠懷疑的唯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件東西 很可能是我 也不曉得是不是我 這個東西就存在 這百分之一百確定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東西誰創造的呢 是他 是上帝創造的 為什麼是上帝創造的呢 因為呢 這個會思考的東西 反正不會自己產生 是某別的東西創造 那麼是上帝創造的我 上帝創造的我 上帝創造的我 沒創造別人嗎 不可能 他創造的所有的人 所以所有的人也一起共同活在這個世界上 所以上帝創造的世界 好 問題 整個邏輯的道理自然而然出現這樣的結果 因為我們剛剛證明了只知道有一樣東西 他正在思考是不能被懷疑的 對不對 是不是 全班注意了 大家現在忍耐一下 只有一樣東西是不能夠被懷疑的 那這樣不能夠被懷疑的東西 是不是唯一真實存在的東西 對不對 對不對 是吧 對你就好了 是吧 好 那唯一被這個樣的東西 有一樣東西是唯一真實存在 這個東西哪裡來的 哪裡來的 哪裡來的 對啊 誰生的 誰生的 爸媽 你既然要玩這種小孩子遊戲 我就陪你玩到底 那爸媽是誰生的 爸媽 你真的要表現出來的智慧 跟你長相表現出來的智慧是一樣的嗎 那你爸媽的爸媽是誰生的 是誰生的 那如果追蹤就你要是宇宙起源的話 那宇宙起源並不代表他就是上帝 那我們就說宇宙起源是上帝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說宇宙是誰生的 宇宙是誰生的 那你就變成上帝了喔 那你何必跟我浪費這麼多時間 我一開始就是說是上帝創造的我就好啦 對不對 好 你已經擺平了 為什麼我們不能說這個東西就是 從最起初就存在 為什麼我們 為什麼它一定要是被衝透出來 它可能 不是 因為你最起初就存在東西的話 那一開始就沒有懷疑的可能性嗎 通通都存在嘛 妖魔鬼怪什麼全部都存在嘛 對不對 存在不需要理由的嘛 啊你這樣子講 我們現在講說 因為你現在講說 說它最初就存在 因為我們現在討論到的 每一件事情 經過最嚴格的理性思考後的結果 對不對 我沒有一件事情沒有懷疑到 甚至懷疑到你我都存在 對不對 那你現在講說 啊根本都已經存在浪費時間 那這樣跟一開始的話呢 萬物有靈略有什麼不一樣 你跟那個印度教的那個傳教師 印度有十億人 神有一百億人 這有什麼不一樣 這有什麼不一樣 你說一切都存在的話 那這樣你不用思考了吧 我不是說一切都存在 我是說我們剛剛那個懷疑 不是 你剛剛的意思就包含一切都存在 因為它自己就存在 就表示一切都會存在 想 為什麼可以這樣沒有 不是可以這樣 因為你根本不需要個理由 只要存在 我現在跟你講說 我是龍恩鳳和生的後代 那你信跟不信無所謂 反正繼續就這樣子 你可以接受嗎 比如說我是天生出來的天生意義 我可以隨便打人 別人不能隨便打我 你可以這樣講嗎 所以我們是一定要把它 要有理由 對 就造了理由 對 再重複一遍 我們這家要推動的是 理性普遍性跟客觀性 我現在講的東西 如果違背這個原則 我就沒有資格當大阿老師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講 這很嚴重啊 對不對 因為我這個 雖然來上課第二次的薪水還沒領啊 我可以隨時退掉了 但是如果違背了這個原則 你現在講自然而然存在的話 這個就不符合邏輯的道理 對不對 所以全班是不是又再度被說服了 迪卡爾的懷疑 它是用懷疑的方法 然後是要追求百分百的真理 對啊 那可是同一 但是在前天的課 就是我們說 就是我們在追求真理 就是我們不可能達到真理 要不然它會有一個固定的方法 可以達到真理 對 我並沒有說 我們已經達到真理 對 所以迪卡爾的懷疑論 可能也只是一種方法 然後可能還有其他不同的方法 去通往真理的路 反正我們都不會到達 要不然迪卡爾的方法路 就會是唯一一條通往真理的路 沒錯 對 我現在在介紹迪卡爾的 並沒有講說 這是唯一到達真理的方法 或是到達唯一真理的方法 我現在只強調迪卡爾來論證這個世界 為什麼我們 eventually 我們要相信我們的直覺中 所產生的一切內容是正確的 他要做這個證明 所以迪卡爾知道自己可以做到真理 迪卡爾並不知道 他認為 因為我們一開始為什麼特別強調 他是一個天主教練 他就相信這一切 會來自於一個共同的招呼 所以他追求真理的過程 最後是卡在最後這個地方 是跳過過去的嗎 沒有 也沒有什麼跳過跳不過去 我要跟大家強調一個道理 請大家注意 這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 因為我強調西方的三大科技 不是說是科技 三大科技 哲學 宗教跟科學 他的基督教 我跟各同學強調 請注意 你可以不當個基督教的教徒 但是要證明神不存在是很難的 你知道嗎 千萬不要無知講說 神不在 要不來來打我啊 打我啊 不要這麼無知 要證明神不存在是很難的 要證明神不存在為什麼很難呢 因為你很難透過我們兩個之間 對話 你可以聽得出來 如果我們說宇宙的起源 這大爆炸這些都是一種 所謂的Divine Characteristics 是一種神性的特徵的話 你就基本上已經相信 我們哲學家講的神 不必是宗教裡面的神 我們講的神是Genesis 是一種起源的一種理論 好 請大家注意這個重點 OK 好 那我們繼續 好 沒什麼問題了嗎 好 所以就這樣 我們就是自尊就有一種 到迪卡爾這個時候已經證明了 所有的神啊 神史的世界 包含你跟我都存在 這個知識是 對他來講是公正而且客觀理性普遍 而且這個客觀的知識 存在是什麼 是心臟學 我知道什麼是迪卡爾 心哲學的誕生 哲學的革命誕生 知識論取代了心臟學 從異音轉圍當中 How do you know there is anything at all 那麼這個是傳統當中很大的一個差別 所以我們基本上可以說是跳過這個部分 這些部分我都已經解釋了 那麼最主要同學們可以看一下這個slide你們的內容 可以了解到這個部分的一切論證 我了解大家的心情 我了解大家的心情就是說 老師講了半天繞了一大圈 又證明這個世界跟平淡無期 就像我們坐在這邊一樣 為什麼我們存在了不是在做夢呢? 就是因為有一個神的保證 讓我們彼此之間共享相同的經驗世界 這個人聽起來很爛 不要說你們覺得爛 我也覺得很爛 搞了半天一大早來頂個大太陽來傳教 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它是有讓人失望的地方 但是呢迪卡爾的懷疑論 這是我們做一個名詞的解釋 因為現在SAVA已經開了嘛 大家都有PowerPoint 可以按照PowerPoint內容準備 我們到時候就會問到知識論的懷疑論 然後呢我們就談到了迪卡爾的問題 迪卡爾的問題在哪裡呢? 迪卡爾的問題是獨我論 只知道自己存在 主體論 從事物本質轉向主體本身 這什麼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說呢 迪卡爾基本上是一個 這個獨我論是叫Solicity 就是說整個世界只有我一個人存在 沒有一個人 我剛剛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西方人的個人主義的發展 有它的歷史規緣 這個差別是非常大 因為大家現在在 我跟大家講一句題外話 其實我在折蓋的時候上課 如果說不扯題外話 基本上時間是兩個鐘頭是夠 但是有的時候要做一些發揮啊 那我講到這個問題 我總是很想稍微發揮一下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現在 在一般現行教育中談到的國際化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的國際化是一個空洞的國際化 因為我們現在國際化 初步理解成為學英文 然後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連英文是什麼東西都搞不清楚 然後就開始連語文是什麼 就開始就強迫小孩去學英文 所以我們社會一度經歷過好幾個階段 有一段時間是找FBC來講給我們聽 後來大家跟FBC聊一段時間 發覺FBC其實做的壞事多於好事 覺得效果不髒嘛 不髒 然後另外就換了一種就是留學生 那發覺留學生本身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呢 除了有一紙文憑以外 所發揮的貢獻有限 然後就透過自己游學 甚至於留學 那麼游學的效果呢 都會發覺說實際上要學習一個國際化的過程當中 真正要學到什麼叫做國際化 要先有的第一 那我們坦白講 這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基本精神 我覺得就是個人主義的學習 individualism 那這個跟我們文化的差距非常大 同學們有心的人把我這句話聽進去 就是說不瞭解西方文化以前 再努力學習英文是絕對學不好的 你很難想像 我們在日常生活溝通的中文中 純粹讀課本可以了解到 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對談方式 我們講話中的腔調、表情、手勢 甚至於段落、異陽頓錯 都有文化的意涵在裡頭 我今天所表現的這個角色 是一個我的講話的方式 處處透露了我的身分、地位 以及我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 中文如此、英文更是如此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就是說 我們要從一個更深入的角度 來了解說 什麼叫做學習一個語言 一個語言是一個靈魂啊 對不對 你會覺得說我自己通四種語言 我講到四種語言的時候 我整個身歷其境的感覺、表達方式都不一樣 我講法文的時候 感覺上自己的那種表達手勢 整個精神狀態完全不一樣 我講英文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我講中文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在這邊就強調 結果說是我們主體從事物本身轉向主體本身 就是我們從個人之間來問的問題 那這個意思也就是告訴大家說 也是告訴大家說 Decard的觀念告訴我們 這一切知識的起源有一個原因 那依靠感官來判斷知識的確定性 那麼依靠理性來判斷知識來源 這個就分成了兩種不同態度 前者叫做經驗不利 後者叫做理性不利 所以我們看 所以第一個是強調 第二個強調 第二個強調 一個intuition of the mind 就是基本上是 Decard的影響 理性主義跟經驗主義之間的差別 這是對Decard的觀念 所以Decard說 Cocito Epsom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法文學學 boss don't just see 每當我 每當我說出這個命題的時候 我就必然存在這個道理 這種導致讀我論的發展 這是不是一種其他人主義呢 我的答案是 所以我論的意思 另外的話呢 對不對 導致另外一個結果 知識使性狀態在主體認知下 所感情的經過 而非針對知識客體所做的調查結果 底下這句話什麼意思呢 這句話就是說 而不是我們針對經驗中所察覺的內容 我們針對兩種情況為 獨我論跟主體論 這剛剛已經講過了 現在我們要有兩種知識的可能 感官知覺跟理性概念 經驗論跟理性論 所以涉及到知識的標準跟知識的來源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呢 對迪卡爾強調知識的標準是清晰跟明瞭 那麼迪卡爾說過這種方法 或者保證是上帝的這種保證 那麼知識的來源的話呢 是迪卡爾強調是理性 因為他是理性主義的代表人 在英國強調另外一種知識的來源 叫做經驗 經驗是另外一種知識的保證 那麼這個是一種情況 不一樣的情況 好 這些部分的話呢 我都跳過了 因為其實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準備要講 就是David Hume的哲學思想 那在講到David Hume的哲學思想呢 之前呢 這個請同學稍微注意一下powerpoint的內容 那麼理性主義發展的一個極端人物是萊夫尼茨 萊夫尼茨是維基芬的發明 萊夫尼茨的話呢 所做的這個思想的發展 這種非常重要的一個主軸 就是有思想的一個 三的邏輯的規則 統一率 矛盾率跟排動率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沒有能力 在這邊做很細部的解釋 實際上的話 萊夫尼茨思想在我們powerpoint的安排 所占的比例並不是很高 因此的話呢 我們只要跟高同學們一個觀念 就是說呢 在理性主義發展的原則下 現在理性主義的內容同學們都知道 就是說我光憑想 不需要經驗 就能夠證明外在世界存在 這個教育性 對不對 我們講了一個鐘頭的迪卡爾 就在強調這個觀念 對不對 大家同樣心裡大概都有個認知 那我們現在呢 有了這個認知基礎呢 再更進一步發展呢 就會說呢 知識有兩種 一種呢 是邏輯的知識 另外一種呢 是歷史事實的知識 一種是先天的 一種是後天的 這兩種知識的態度呢 構成兩種不同的真理 這個呢 也就是 萊伯尼茨的主要貢獻 有必然的事實跟偶然的事實 那麼 知識的真理是有可能出錯的 那麼 上帝是保證事情真理的唯一假設 這種假設的意思 就跟迪卡爾講的關係 是一樣的 所以 萊伯尼茨的部分呢 不是我們要強調的重名 我們要進入了第二個題目 好 那我希望呢 我把這個 迪卡爾的部分呢 已經說得呢 相當清楚 我的目的呢 只有一項 就是說 從懷疑的方法 到100%確定的知識 只有透過這個發展的次序 才讓我們確定的 確切的認知 但是 知道什麼 是迪卡爾所進行的哲學 那在轉入下一個題目之前呢 我做一個簡單的一個 一個這個intern 一個過渡的一個說明 這個說明呢 主要強調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同學們可以感受得出來 迪卡爾的貢獻非常大 為什麼呢 因為以往呢 人在面對這個外在世界的時候 通常來講 人沒有能力也沒有這個勇氣 去懷疑 去批判 去追求一種幾乎不可能達到的知識 什麼做到的 科學做到的 科學本身的發展 透過數學的力量 同學們要了解一件事情 以前人是很謙卑 以前沒有哪一個人敢大聲說出自己想要的東西 以前人生活的困境是非常大的 非常困難的 每一個人基本上90%要務農 在這個熱天下要種到 或是在北方要種小麥 生活很辛苦 那是什麼改變了生活的形態 科學 所以科學的發展的過程 讓人發現透過人的思維方式 可以了解自然說的道理 不需要假他人至少 所以以往別人告訴你的真理 別人告訴你的事物 別人告訴你的想法 別人告訴你的一切 都有可能出錯 所以德卡爾斯在那個時機 檢選了這個重要的一個時刻 你可以算他的年代 大概就是科學革命要發展之前的這段時間 他突然丟出來了哲學的思考 為後來科學的發展 徒向很重要的道路 所以我們基本上的話 整個折蓋的話 整個折蓋幾乎可以理解成為一個科學哲學的太平衡 科學哲學本身 科學的發展 尤其是科學的發展中的哲學意涵 決定了哲學後來進行革命 這主要的理由 所以這個同學們 一定要心裡要有一種強烈的感覺 就是說 哲學本身不是像我們這裡所了解的 好像做人生哲學 然後辛亥羅盤 然後火光浮照 這些東西 它是個非常嚴肅的東西 那真的讓科學 透過哲學思考發光發熱 就是Hume的經驗主義 所以我們基本上在這裡的話 同學心裡上要有一點講科學主義的 講科學哲學的觀念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的思想中最大的障礙就是意識形態 對不對 我們思想中障礙 比如說我們 大家知道我們中國文化中 思想中最大的意識形態是什麼 是什麼 啊 儒家思想最重要的特色是什麼 笑道 笑道對啊 笑道有什麼問題 你把笑道解釋太大了嗎 你不能去違背你的長輩 為什麼不能 為什麼不能 有沒有誰問過為什麼不能 有沒有誰敢去問 像我們是打 假借哲學概論的名義 講完了懷疑的方法 又開始直接來出一題 應用 把生活的情境放入哲學思考當中 請大家嘗試的方式來懷疑一下 笑道存在的理由 好 好了 這個大家才稍微的 往這邊稍微想一下 有沒有 爸爸媽媽有沒有可能發生錯誤 不是有沒有可能而已 每分每秒跟任何其他人完全一樣 有沒有與混蛋無異的父母 你看很多人都要點頭了 把名字記下來 回去送給 寄給他們父母 上課經過一番努力證明父母是混蛋 但是問題在哪裡 問題是科學講求自然的規律當中 有沒有涉及到任何思想上的意識形態 科學管不管這個 在科學的世界當中 你爸爸媽媽在玩iPhone的時候 跟你在玩iPhone的時候 有沒有任何不同 但你爸媽媽開那個電燈的時候 跟你用電燈開關的時候有沒有不同 自然的世界當中 是沒有這些思想中的勞結的 沒有這些意識形態的 所以Hume的貢獻就在這裡 你等一下我們看就知道 洛克 我們以前講三個主義 不像你現在讀書這個東西 是講洛克的政治哲學 其實政治哲學在洛克思想當中 是一個很小的部分 洛克最重要的是他的形上學 Treaties of human 這個Treatie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那麼洛克他的觀念是說 如果知識會有意義 那麼這個知識必然對我們心靈中的概念相對 否則我們只在說這些東西 卻無法確定這些東西是什麼 洛克講這句話我們說叫做代表論 就是說我們看到了 我們看到了這些東西 比如說我看到這個東西 我說他是麥克風 那我看到這個東西我說是一個杯子 我看到這個東西我說是書 當我說麥克風杯子書的時候 這三個概念相對應於外在世界中存在的東西 這個理念 這些ideas coming to my mind through perception 就這麼簡單 所以洛克基本觀念是一個非常常識性的概念 所以洛克基本上強調一個理念 就叫做白板 英文化的John洛克跟David Hume 他們一個英格蘭人一個蘇格蘭人 洛克他說呢 洛克看到迪康爾的思想以後呢 他講說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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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d does not tell us anything unless we perceive 就是說呢 心靈本身不會告訴我們任何東西 我們只能夠感知外在世界 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們人人出生的時候 腦袋中像一塊白板 有個拉丁字叫Tabula rasa 就這個字 他說洛克用這個概念來解釋心靈的開始 是空無遺物的 並由經驗在或黏土上 蠟上雕刻一般寫下特質內容 洛克主要的目的在於 反對內容認為心靈在接受經驗之前 就已經具有理念了 好像電腦本身已經有硬體連結在一起 洛克說你看到小孩誕生的時候 小孩誕生腦袋中空無遺物 甚至於不知道什麼叫做禮貌的意義 所以我們會發覺那種童心 什麼小兵小小兵小小兵 還有小兵兵小兵兵兵兵 這一些童心在表演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sweet很cute的原因是因為 they do not know the rules 我們人的世界之中的話呢 到了差不多小學畢業的時候是一個尷尬期 小學二三年級的時候亂講花時間結束了 從此再也沒有人會覺得你cute 所有的童心的下場都很慘 因為這個我兒子跟郝紹文高中同學 結果我在郝紹文曾經一路是我們家裡這個 樂趣的來源 後來到了高中看到他以後 大家嚇了一跳 變得非常嚴肅孤獨 不愛言語 這個人完全變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學會了社會化 他腦袋中從白板而變成了黑板 充滿了內容 就是這個道理 好 Journal of Therefore反對Dekar 不誕生理性是知識的唯一來源 知識反映了我們心中的概念 但是心靈中的概念來自於經驗的累積 心靈在接收經驗的訊息之前是空無一物的白板 問題是上帝呢? 上帝也是經驗的嗎? 好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英國人基本上的經驗主義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非常簡單外在到感官知覺 這個外在到感官知覺 這樣子發展 是這樣發展過來的 然後呢感官知覺呢強烈的變成印象 像我剛剛對強烈對你大喊大叫是強烈的印象 然後弱的 那邊在老遠那邊看到了弱的印象變成一個理念 長久重複重複重複 這個強一次變成印象 這個弱經常變成理念 弱勢感覺就會使我們思考強烈感覺 那麼心靈的話呢就是強烈感覺呢 產生了弱勢感覺就變成思考 所以簡單理念來自簡單印象 簡單印象對於簡單的印象 簡單理念表真的簡單的印象 換言之我們心靈這裡面整個結構 是心靈反映了外在世界的 這之間是一個代表理論 就是說我們心靈中反映了外在世界如此而已 那麼David Hume的觀念就承襲了 若可以感官會主要的指示來源 所以是一脈相承 Hume的理論有三個部分 很重要的三個部分 第一個 跟洛克一樣 我們叫白板他叫白子 白子理論 認為心靈在起 起潮外在世界以前空無疑問 另外一個叫copy理論 這個很厲害 在理念中的考量 感覺印象可以在心裡之中 copy成為理念 這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腦袋當中啊 我們在想的時候啊 像我看過去有印象 比如說我自己坦白講這個朋友不要在意 就是你戴一副白色的眼睛 但是呢 這個感覺印象很厲害 但是呢 這個感覺印象就是說 下課以後呢 走了 中午吃飯後 睡午覺起來以後呢 我印象還很深刻 別人的印象 你記得只有白這眼睛 所以 我的印象當中呢 就copy了 你這個眼睛的內容 跟你 你的眼睛呢 很可能就拷貝到我的心裡當中 因為很特別 非常特別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座 有個同學突然打赤膊上課 然後露出熊熊的這個人工胸毛 看起來非常嚇人的情況下 因為我最近都在做領長類研究 印象深刻 就是說 這個也會copy到我腦袋當中 copy完以後不重要 重要是第三點 請大家注意 心靈中的原子理論 我們一個字一個字來講 凡是在心靈中的裡面 相對一副白色的眼睛 現在跟你已經無關了 在我腦袋當中了 已經沒有版權了 只要是存在內容不同者 必然是可以區分的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呢 這個同學的copy到我腦袋當中呢 我印象中深刻的是 這副白色的鏡框 不是他這個人 所以在我腦袋當中呢 這個content呢 是這副眼鏡呢 在我腦袋中呢 可以切割 而掛在其他人臉上 比如說這個同學的話呢 他的頭髮黃色的 但是這個黃色頭髮對我來說 我印象不是很深刻 我喜歡紫色的頭髮 所以呢 這個白色已經掛在紫色頭髮裡頭 我覺得呢 我就可以 所以呢 同學們可以注意 凡是可以 你看好 凡是可以區分者 在思想中 就可以歸屬於分離的理念 這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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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說明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請同學看一下 心靈中分割理念 我們人 沒有人見過人頭馬 Sentos 為什麼我們的畫家 可以畫出Sentos來 道理很簡單 可以嗎 但的九就是一種 好 就是這個人頭馬 因爲什麼呢 因為我們心靈 針對理念具備有分割的能力 而我們不但有分割的能力 還可以重組 不但人頭馬 狗頭豬 虎頭熊 狼頭豹 都可以畫得出來 對不對 普遍你知道這說明了什麼嗎 這個是原子論 就是說可以分割 這也構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按照洛克的理論來講 每一個人腦袋中所存的事物 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比如說我們是同一個村莊人 我們看到同樣的世界 我們腦袋中應該存在一樣的東西才對 對不對 可是結果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人多了一項特別的心靈能力 這個心靈能力叫做想像力 Imagination 因為我們人的心靈當中 具有分割理念內容的能力 而且加以重新組合 所以每一個人雖然看到同一個世界 但是在心靈中經過分割以及重組以後 出現了想像空間 卻充分地顯現人跟人之間的差別 這個理論實在太偉大了 所以安因斯坦說 Imagin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knowledge in our mind 我們人之中 我們人之中 所以我們今天在比的不是大家的眼力好不好 是比大家思考後的想像力 這個就是哲學中最重要的 就是你有沒有這種 imagination 我們現在上課一定要上課教人家創意 我們看他還懂創意學生 他要我去教 我是唯一根本 當然我自己懶得去教 因為我認為教人家創意 那是另外一種考慮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要教人家先思考 你要教人家先思考 你需要有哲學的準備 你要知道想像力的由來 同學們要了解一件事情 我們的教育 實在是不忍心再罵下去 但是我們教育對於人的 imagination 就是殺傷力之大 所以我們一般學生講想像力的空間非常博弱 除了生活中的基本教科書以外 沒有任何其他內容 我跟大家推薦一篇文章 六月三十號的台大校刊 台大學生都有 六月三十號剛發行的這一版 裡面有我一篇文章 我去年在新生書院裡面講課的內容 我就提了一些關於教育中的問題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找來 這個通常校刊沒人看 小福那邊用來包那個弄米飯 也吃完弄米飯以後打開看一看就知道了 好 所以這個是 所有在心靈中塑造出來的理念 都是透過心靈拷貝的 你分離原則會創造出來的 因此這有力量 因我 自由 上帝等等 多厲害欸 一邊反對上帝 一邊解釋了上帝 God is holding upon us all imagination 確實是如此 你們也會同意啊 上帝只是我們想像中的一部分啊 Somebody needs it Somebody else does it That's all But what should you care? Nobody cares 所以這句話 Whatever begins to exist Must have a cause of existence 這些都是可以懷疑的 因爲什麼呢 存在的來源是心靈的能力 而不是任何外在的理由 所以說任何existence 像比如說人頭馬啦 狗頭豬啊 虎頭熊啊 狼頭豹啊 這些東西呢 隨便你講 You name it 這些東西的話都可以懷疑 因爲什麼呢 因爲所有的心靈的力量 才是決定它存在的理由 跟外在世界不相關 因此對於David Hume來講 唯一延續懷疑後的強調 唯一能夠接受的 直直存在的理由 就是今夜的內容 沒有任何其他的內容 雖然David Hume無法跟我們平日的信念 找到任何令人滿意的正直 但他相信 我們自然構造之中 就包含了這種信念 那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這個 等下再 還不到下課時間 我搞錯了 剛剛是下太晚了 現在下太早了 對 繼續講 對 10分 11點10分 對對對 好 那麼我在這邊 剛好我有一個重點 需要講一下 好 好 因為呢 我剛剛說過 我們所有 認為存在的東西 因為David Hume的觀念的影響 使得我們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困擾 什麼樣的困擾呢 我們有非常多東西存在 好 比如說我問大家 孝道存不存在 好 全班回答一下 孝道存不存在 好 存在 有沒有人認為不存在的 有沒有人敢認為不存在的 沒有 你認為孝道存不存在 存在 好 好 好 愛國 愛國存不存在 不是這個 名字叫愛國 愛國心 patriotism 這種 愛國的心理這種 心理 人人應該愛國這種 制約的要求力量存不存在 你覺得存在不存在 存在 好 好 今天守則再配一個 好 這個 做學生就應該用功 學生就應該用功好好讀書 上課乖乖聽老師講的那種 做筆記 這個要求存不存在 白零經課你覺得存不存在 對啊 這個應該應然的要求存不存在 他不 不應該 不應該 上課不應該讀書 上課不應該聽老師的話 上課不應該做筆記 上課不應該 那你還來幹嘛 不是全部 應不應該是 學生有沒有義務要聽老師的話 沒有 有沒有一點點的 上課來幹嘛 讓老師講話 讓老師講話你不聽 讓老師不要講話 你就 就坐來教大家 私目相識 目目相識 看久了自然就理解老師想講的 無限傳送 藍牙手機 是不是 這個心不是全盤的 好 算了 那我再問你一個 好 這個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這個應然的要求是否存在 孝順存在 中黨愛國存在 幫助應該 中於國家這個事情應該存在 幫助需要幫助人存在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是說一個結論好了 反正是道德中認為好的都應該存在 對不對 這樣比較簡單吧 啊 你說什麼 我剛剛講這三點都是好啊 所以你才認為存在啊 孝順好啊 對不對 人家跟你說沒的時候 人家幫你做沒的時候 說你這個人什麼都好就是不孝順 這樣就不太嚴重啊 來來你知道為什麼 這是一個 就是這個觀念當然存在 但是 是不是每個人都一定要去執行這個行為 一定要 一定要 孝順每個人都一定要孝順 一定要 這個行為是一定存在 但是這個觀念存在 這個觀念存在 這個觀念存在 這個觀念存在於我們實際上的行為當中啊 要不然你空講一個 ideally speaking 啊 everybody should respect their parents but in fact we don't 那是這樣子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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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說 有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意思應該是指說 你覺得我不需要班業的 我覺得他的意思應該指說 這些觀念可以是存在的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要不要接受他 對 你選擇要不要接受 但是我來問你說這些觀念本身有沒有那種強制性 你說接受他有強制性 這重點在這裡啊 對不對 他接受他 他原來比如說應不應該變孝順父母 截止說作為理念你也能不能應該嗎 然後展現在你的行為當中也是應該的 對不對 你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應該是 是你覺得不是因為他為真 只是因為你 只是你不用管他是不是為真嗎 我現在就問你講說 我們就是用直覺來回答 大家看到 你不要上了學校幹課以後 回去跟父母講說 爸 你現在完全變了 我不是要尊重你了 這個就違背人倫啊 對不對 人倫當中有沒有這個要求 我先問你 阿伯坐在後面喔 正在攝影喔 還有小孩啊 講這個話 上那個課以後妖言禍眾還得了 我們顛覆教育就可以了 不要顛覆國家喔 有沒有這種要求 這是在我們這個文化之中 有 你不要管嘛 我就問你 我就問我們在上 你管他什麼文化的 我就問你感覺上 他是不是一種實際力量的東西嗎 對不對 在某些區域他有 哪個區域 就我跟你之間所屬的區域吧 對啊 那我就問你這個問題啊 你想到那麼多幹嘛 我們又沒有出國上課 你急什麼 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下次學院院還很窮 等到以後大家出國上課 趕到才精彩 很多所有的道德規範 對不對 祝認為快樂之館 什麼這些青年手 我再唸一遍 幹嘛 你覺得他有什麼問題 沒有 我跟叔叔 什麼 我只是重複唸一次 然後增加我自己的影響 像粉絲一樣生 雖然覺得沒什麼道理 不過聽起來還終究是滿爽 我要講的重點是 同學們要了解 對David Hume來講 所有道德上的訴求都是沒有內容的 他還要知道這些事情嗎 什麼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 什麼的教育生 什麼讀書 什麼在家做一個好孩子 上學做個好學生 對這種道德訴求 通通是沒有經驗內容的 他們都是什麼 他們都是思想中所給定的意識形態 他跟那個我們剛剛講打撞球 那個口渣的題是一樣的道理 像物理學當中有最大的困擾 比如說我現在過來好剛剛的一下移這個到這邊 那我說這個飛怎麼會移到這邊 你說老師你是原因 這個結果就是這個飛怎麼移到這裡 我說你怎麼知道我移到這裡 你說因為你出力了把它移過去 力也是一個attribution喔 物理學當中也沒有辦法解釋到底什麼是力喔 甚至燃燒都很難解釋喔 雖然我們都暫定解決定會說 胡雄雄烈火 一段時間後化為灰景 不著痕跡灰飛湮滅 你講是講得很輕鬆喔 實際上這裡面包含了一大堆思想上的 因為你經驗中沒有看到力啊 你經驗中沒有看到因果啊 你經驗中甚至於沒有看到自由意志啊 通通都是有一種外在的力量 由我們這個科學當中 所以因此科學就說 好 我知道了 科學一定是以經驗為主的 經驗當中的內容 比如說我現在一看過去 這兩個同學 好 客觀來講 剛好兩個人坐在一起 頭髮顏色對顯不同 衣服的顏色不同 有眼鏡沒眼鏡 好 你把手伸出來 兩個人來 另外一個手 兩個人的 左手都掛了手錶 好 然後 一個穿拖鞋一個穿球鞋 非常清楚 這是經驗中可以描述的 有對應的 之外的話呢 另外講 一個看起來熱情分化 另外一個溫柔婉約 一個是胸懷乾坤 另外一個是守閒日月 這個都沒有了 沒有內容啊 這些都鬼捨了 但是呢 我們很習慣的 我們很習慣的 用這種方式來了解 我們的經驗那種附加 因為我們人本身透過這種 印象中的分割跟增加力量的想像力 我們的想像力 想像力 想像力 想像久了 變成我們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這就叫做文化 文化不是科學要處理的對象 可是文化真的存在 文化真的 但它不是科學要處理的對象 所以 就說 我念完我的下課 因為理性無法去除掉這些思想上的烏雲 道德上的啊 美學上的啊 比如說美學上的限制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什麼叫做美 自然就要美 但是我們現在想盡辦法 我們說美是什麼 我們現在美就是四大原則 瘦高細白 什麼叫做醜 醜就是矮黑粗胖 一般人的話呢 沾到一個醜 就很不得了 沾到兩個大概就完了 那這個花錢的話呢 瘦高細白想盡辦法 我還看到一個人把腿打斷 用手一接起來就變很高 非常殘忍 為什麼呢 這個都是破壞的自然 因為美也是一種attribution of all sorts 這種attribution 沒有科學基礎的 是人思想上的結果 叫做烏雲 所以自然就足夠做到這個目標 並透過放鬆心靈的力量 或是輕鬆對待這個事實 讓我們的感官知覺 忘卻這些思想怪獸的方式 使我們從這個哲學憂慮於幻覺中治癒 這個就是David Hume 的講法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意思也就是說 只有科學才能夠全心全意的對待 經驗等自然態度 這主要的態度 那麼這當然是一個很無奈的答案 不過它說明了我們目前能面對的問題 好 那麼這個是David Hume 的說明 因為剛好下課了 我們休息十分鐘 我們不要再講 這個 就剛才那段紅色的文字 我還是 我就剛下課一直在想 我還是不太懂 然後你怎麼樣重達的感覺 這個 對不對 好 我剛剛這個部分講得稍微快一點 我這個手上拿著麥克風很累 我這樣講你聽得到嗎 後面同學 我等一下再拿麥克風 喝口水 這個我一段一段前 因為這個David Hume 他呢 所強調的觀點 是一個 好 就是說 我剛剛不是用了一些道德的法會 來做送給大家的經驗 我宗教仁愛啊 住人啊 好 好 那這些東西呢 不是存在於我們經驗當中 而是存在於我們對於外在世界的體察 所獲得的理念 在我們的心靈當中 經過融合而產生出來的想像 然後轉換成為我們幸福的道德法 對不對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你沒有問題對不對 這個部分你有問題嗎 比如說 你在我們的經驗世界當中 我剛剛跟這兩位做比較 怎麼冒出來第三位 我這兩位做比較 我只能說純經驗上 所以一個有在眼裡 一個沒有在眼裡 這個你可以用外在世界的差別做比較 對不對 那我不能夠說 一個是熱情無果 另外一個溫柔晚樂 這個就是意識形態 在主觀上attribute 就是所賦予的內容 對不對 那現實上沒有具體對應到的 沒有具體對應到的 可是經驗當中的內容 那無種感官 嗅覺、味覺、視覺、觸覺、聽覺 是在經驗 就自然世界中有對應到的 對不對 這是你的話 有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我們人不可能在思想當中 不具有這些意識形態的內容 對不對 比如說哪一個人有可能是一個 完全沒有道德意識的 對不對 哪怕是自由主義 也是某種程度的一種道德意識 對不對 哪一個人說是完全針對於經驗說話 而不涉及到任何主觀上的意識中的狀態呢 對不對 所以但是你就很科學的角度來講的話 就不能有這些東西 它會阻礙你對於外在世界正確的判斷 所以這是一個矛盾 所以我才會講說 這是一個無奈的答案 就是 雖然懷疑我們腦袋當中有非常多意識的部分 這個也說明了一個重要的關鍵就是說 我們的腦海當中所包含的極多的內容 已經不僅僅是今夜世界中所呈現出來的內容 對不對 我們生活當中實際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東西 都跟今夜世界無關的 比如說 為什麼我們主教要來上課 因為進修對於一個人的 人格的養成有幫助 有助於未來世界的發展 生涯的規劃以及前程的準備 所以我要來上課 這裡面講的每一句話在今夜世界都不存在 但這些觀點卻深深的影響了你日後的所作所為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很難再把我們思想中的內容跟經驗中的財源內容 做一個嚴格的區分 那沒有這個嚴格的區分的時候呢 同學們也不要忘掉你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科學這一個影響我們人生非常重要的因素 實際上只處理經驗的部分 不處理任何思想的部分 對不對 同學聽得懂嗎 科學只處留間 所以說像iPhone手機很神奇沒有錯 但你覺得他神奇的同時 讀電機的或讀思共同學都知道他為什麼會神奇 就是一連串數字所計算出來的東西 對不對 即使說iPhone可以讓你把你們抓住漢堡來 這裡頭沒有魔術只有數字 只有自然當中的關係 所以Human他就覺得很困難 他說沒有辦法為我們日常的信念 找到任何令人滿意的證詞 就你聽懂這句話了對不對 但他也相信我們自然構造中就跟我們這種信念的意思 就是說人就是這樣子 人就是這樣子一個富有想像力的動物 人就是這樣的動物 我們活在一個共同的秩序當中 我們這當中有非常多的內容 比如說這個自然的結構 雖然舉一個例子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這是我們第二次上課 我們上課的地點在新生大樓武林 所以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教室滿特別的嗎 這是這整個樓中唯一的階梯教室 因為我們這一班人數是最多的 但是呢 一開始聽到教室內容呢 我第一次就跟助教聯絡的時候呢 苦苦地問說教室到底在哪裡 很後面才公布 我就記住新生大樓505 因為我上學期在新生大樓202上課 所以我記得505、505很緊張 怕等錯教室 然後怕等不到電梯 怕跟學生一起擠電梯 怕被學生搶進來做一個電梯想 又知道教室出去 我就覺得不會出去 擔心 好 那 我們第一次上課在新生505 第二次呢 就今天也在新生505 需不需要擔心呢? 不需要擔心 因為我們都知道 從此都在新生505上課 直到這一刻結束了 對不對 同學是不是 誰告訴你 誰告訴你 誰告訴你從此這個課就在 誰告訴你下禮拜上課 不是在新生405 或是在共同505 誰告訴你說下禮拜就是在新生505 誰告訴你 有沒有人告訴你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改變 有可能改變 那為什麼你相信它不會改變 還沒有公布 還沒有公布 有沒有可能明明改變了 但是忘了公布了 就像這個監考官忘了三個半小時 有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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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對不對 那為什麼你 那為什麼你 那為什麼你相信 下禮拜後天上課的地點還是這裡 而不會轉到共同教室去 你這兩種可能性 就是下禮拜會變 跟下一次上課會變 跟下一次不會上課 下次上課不會變 我這希望下次不要上課 不要以為只有學生想跳課 好 那相信下禮拜 下次上課地點不變的可能性高 還是相信下次上課地點可能會變的可能性高 哪一種可能性高 不變高還是這樣 對啊 你要相信下次上課地點會變的話 你會白癡嗎 這個 可是有沒有人保證你下次上課地點一定在這裡 有沒有人保證 有沒有人保證 沒有人保證 但是為什麼相信它不會變的可能性比較高呢 理由是什麼 什麼 什麼 經驗 經驗的什麼 經驗的什麼法則 經驗的什麼法 啊 理性推倒 理性才推倒不出來 對不對 你的理性剛好告訴你 相反的有可能不在這裡 經驗的什麼法則告訴你 因為一直沒有變 以後就可能變了 你就這麼衰啊 剪刀比較前 真的啊 因為以前經驗或什麼經驗都沒有變 所以說我相信 不讓你講人家去考試的 結果檢訪官就沒有來啊 蛤 那不是每次都會發生 就發生那麼一次就被考試 啊 問題是我跟你講說有沒有這麼可能啊 誰管你有沒有那麼倒楣啊 有啊 你有可能這麼倒楣 但是有沒有可能呢 也有可能對不對 所以這個經驗法則 這個叫經驗的歸納法則 Induction 經驗中的歸納法則 為什麼是經驗中的歸納法則呢 因為我們人 因為連動物阿米巴變形蟲都知道 你在這邊奠奠他 他就不敢過來了 是不是 這個叫做人性中的自然法則 我們通常只講經驗法則是錯誤的 是歸納 歸納法本身是錯誤的 為什麼歸納法一定是錯誤的呢 因為過往的經驗不足以證實 未來的經驗也會按照過往的經驗內容 一樣重複發生 對不對 我不會講太快了 我又要再來一遍 歸納法則的問題發生在於 過往的經驗 並不會證明 未來的經驗所發生的內容 像過往發生的經驗內容是一樣的 所以歸納法有可能出錯 但是 我要回答你的問題 Cume說 因為理性 因為我們如果用理性思考的話 就沒有辦法去除這些思想上相信歸納法的呼籲 所以自然呢 就足以做到這個目標 剛剛同學講說我們自然而然的接受歸納法 就換言之我們預設這個自然世界有一個共通的結構 這個結構使得重複性成為可能 那麼 並且透過放鬆心靈的力量 就是說你不要想這麼多嘛 天下本無是以哲學家自導之 你只有哲學家才會擔心 哲學家才會擔心說 這個 哲學家才會問這個問題說 你跳到籠底下就會摔死的可能性 因為以往人跳 從那個五樓跳下去都死了 那你現在再跳下去不一定會死 只有理由而考慮說我要不要被別人推下去死一下 哲學家才擔心這種問題嘛 就是說你放鬆心靈的力量 或是輕鬆對待這個事實 這就是事實 因為我們相信歸納法這個事實就知道了 就說你這樣 讓我們的感官、知覺 忘卻這些思想怪獸的方式 是我們從這個哲學的憂鬱與幻覺中之一 所以 Hume講說 他延續了懷疑 做了最激動的懷疑 最後我們只能夠強調經驗的內容 以及真實內容 David Hume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話 拿麥克風講 David Hume說 理性無論如何 最終終將臣服在熱情的面前 就是 Rhythm by all means has to kneel before passion 就是理性不管如何總要會在熱情的面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好 好 那麼這個部分呢 我們接下來呢 同學們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老師 是 我想要來就是 就是 就我自己也有一個 就是剛剛上課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人嘛 人可以說是一個思維物 就是本身是一個思維物 當我面對一個課題的時候啊 就是老師剛剛說的那個經驗的 歸納法則 對 可是我們是透過觀察那個課題的表面來 來 來 揮納出他自己的那個內在歸雲 對吧 那我們把它 弄成一種統一 就是把它 把這個課題 變成一種統一的東西 對吧 透過他的表象 透過內容 我們把它變成一種東西 最後回 又 這東西又回到我們自己的身上 就是我們塑造他 然後最後再透過他 又變成在我們 付出到我們身上 那我們 這樣子都還是不能 沒辦法說 確定說這個問題就是不在 你剛剛已經解 你剛剛解釋了你自己的答案 你的意思說這個 這個統一是我們自己做出來的 然後這個做出來的 又回到我們這邊 我透過你的話講 聽起來就有點 有點凌亂 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世界是我們建構的 然後我們把自己 也 當著這個建構世界中的部分 那我們還不能夠說 這個是建構出來的世界存在 這問題對不對 那世界是建構的 怎麼能是存在的 現在是建構的什麼 尤其是你自己建構的 老實講 老實講 你說像我們做夢 夢可能也是我們自己 建構出來的 沒有 可是我剛剛跟妳講的 我沒有說夢是真的 我說我在夢中的感覺 比如說你在夢中突然發現 你的女朋友看到你 就抱著你緊緊的 一直親密 你覺得很快樂 那這個很真實啊 那你會真的很快樂 現在想起來也很快樂 這個快樂很真實 夢中是感覺 不會說這感覺真的 其實都是假的 可是他永遠 他不打你就好了 那所以說我們政治世界也有可能是 就是我們一直很明顯我們自己的感覺 然後對那提舉 不能說抵抗你 對啊 這個就是說 我們唯一能夠真正具有真實的部分 只是經驗的感覺 如此而已 所以沒有多餘的部分 多餘的部分都要經過檢驗 那是經不起檢驗的 比如說我剛剛問大家說孝順 大家就很純純欲動想要玩對 還好被我事實的壓制想 要不然話了父母完全不值一談 對不對 好 同學外面什麼問題 好 那個剛剛我們只是講說 自由科學然後受試面臨的影響 然後但是我們在談科學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談到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又說能量可能是一種 可能是我們成像出來的 就像熱壓制 那你要就是 就是 就是 那當時科學不就是又牽扯到我們的成像 不 你完全不覺得我在講什麼 就是說 科學的正史 英文叫verification 科學的正史 你是學科學的嗎 心理學的一樣 現在心理學跟科學差不多 只能夠在可以被證實的內容中談 只能談verified的東西 你們不會談parapsychology 你們不會再去談psychology 你們只談了cognitive psychology 因為這種認知的程度是可以被檢驗的 這種檢驗的基礎是在於經驗中 要能夠客觀 要能夠普遍 而且要能夠符合理性的要求 除此之外 你不能夠談所謂的超心 supra psychology 你不能談超心理學 你不能夠談那種 他沒有實質上的被證實 他不是verified ability的內容 對不對 所以這個科學基本上是依附在經驗中 不談你主觀的期待 科學還是很主觀吧 是不是像是像你剛剛在講的 就是所謂解析幾個 在非有幾個出現之前 就是答案 對 我強調的是科學的正史 verification 科學要能夠證實 一定要在解析幾個 在經驗的基礎上證實 我不是說科學那時候 科學當然是一個主觀的東西 它是人發明的東西 當然是有人在發明它嘛 這個沒有問題 它相對認得有可能是很主觀這樣 對不對 這個沒有問題 問題是你要能夠證明 一個理論像常論啊 學論這些東西 不能夠證明的話 它本能可能發放一些主觀的因素 有一些數學上的功能 但是你的科學證明 比如說我現在跟你講說 欸 無限可以傳訊 你戴上耳機跟別人沒有關係 你可以收到訊息 表示無限傳訊是可能的 這是經驗上的 這個證明還是根基在一個主觀的意識上 他只是一個主觀 他一旦被證實以後 他就脫離了主觀的問題 他就完全變成客觀的 這也是為什麼 沒有發明科學的人 中國人照樣可以引發最重要的科技 比如說iPhone手機 中國人可以做出來 道理就在這裡 就這個道理啊 他如果沒有這個客觀性的話 他怎麼能做出iPhone手機的 那如果科學永遠是主觀的話 那歐洲人科學永遠不會傳出去啊 對不對 你不知道要問問題嗎 沒有 我剛剛是想要 就是所謂的 所以說所謂的科學 他是以那個經驗為基礎 然後呢 可是會附加我一點點想像力 然後去構築成這個科學 所以這樣 不是一點點的想像力 經驗中的內容 每個人體察內容是一樣的 就是有那種人 讀書叫Geek 日常生活叫怪他 他總是比人多那麼一點想像力 然後再經過他的想像力 能夠把他的經驗知識系統化以後 創造出一種東西 我們叫做理論 理論能夠解釋自然中 表面上看不到的部分 對 這種內容我們叫做科學 然後這種內容還可以能夠普遍化 科法化的內心化 這是這個厲害的地方 所以沒有這個想像力是做不到的 是很多的想像力 對不對 你們去看黃仁瑜寫的萬曆十五年當中 講一句話 你們就了解到這個涵液了 黃仁瑜在萬曆十五年劈頭就講 明朝的時代 萬曆皇帝明朝 多少1587年他寫了一年 萬曆十五年 明朝的時候跟中國漢朝的時候 基本的社會結構是完全一樣的 2000年的社會結構為什麼沒有改變 沒有科學的干預 對於人活的社會是完全一樣 那個時候沒有考古的問題 你就活在古代當中 沒有什麼真的 可是從萬曆十五年以後 到今天整個世界翻了幾番 完全不能想像 完全不能想像 我到現在 我已經算是 我每天跟年輕人生活在一起 我不會用Facebook 我不知道什麼叫Twitter 我看看YouTube 這個在日常生活中都有 這短短的幾個 才幾天的時間 大家就是活在不同的時代當中 我完全不能夠理解 什麼會網友是怎麼回事 都不要說對網友強暴 完全不能夠理解 我從小還是接著爸媽講說 凡事遇到不認的人少說話 現在居然跟網友之間 還會有這種深刻的交情 有一次我認識在 跟我不知道台中講說 你們特別帶我這樣哪裡去 我幹嘛 我會網友 我們一定不行 網友一定都是強暴人的 好 同學如果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那我們要講康德囉 好 康德的部分的話呢 因為我們這堂課 禮拜五還有再繼續上半節嗎 所以我們不要講得太急 讓大家清楚了解 那我希望同學到目前為止 都了解得很清楚 我也盡可能地回答同學們所有的問題 那麼康德的話呢 面對一個情境 是我們現在說都能夠體驗出來的 就是說知識很重要 知識就代表真實也很重要 我們都沒有問題 現在問題是知識的來源 到底是來自於經驗呢 還來自於理性這個問題 構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知識來源只可能有一個問題 但是明顯的我們的知識來源 每一個人身上就有兩種 我現在講說我擁有數學的知識 像萊伯尼斯講的 統一率 排中率 否定率 矛盾率 我們這些思想當中有一些基本的定律 A等同一個A 可以衍生出來一大堆的 邏輯上的計算 這個是很重要的第二番原因 毫無問題的 表示說什麼呢 表示小孩一出生呢 他腦袋中就包含了某種程度的知識 為什麼可以這樣講 因為這種知識 數學的知識它是鮮豔的 它是先於經驗的 而因此我們可以說先於經驗的知識 畢竟是來自於人的Mind Nothing else but the mind 對不對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大家都知道 我們所有的知識中的主要內容 都來自於經驗 所以經驗告訴了我們這一切 因此我們透過這一切的認識和擁有了 那這種的話呢 理性主義跟經驗主義之間的爭執 問題就發生在這裡 就是說 大家各保持各的立場 科學的發展 同樣的也證明了這件事情 經驗主義最重要的科學家代表 Francis Bacon 他又是英國人 理性主義最重要的科學家代表 Isaac Newton也是英國人 整個英國構成了科學發明的重要時代 但大家同學會可以看得出來 培根的科學原則 基本上完全是建立在經驗的觀察技術上 我們稱之為培根的歸納法 就是強調經驗的內容 可是牛頓不一樣 牛頓想像出了非常多的東西 根本上科學當中 在經驗中是不能解釋的 Moment沒有辦法解釋 萬有引力為什麼 我們只能夠講 我們只能夠講 星球跟星球之間相互吸引 但是我們不能夠解釋 為什麼會有這種吸引 所以科學實際上的發展 在很多地方 變成了真的是需要 既需要理性主義 又需要經驗主義 而這件事情的綜合 在康德的身上完成 所以康德呢 他的主要的任務呢 就是要透過證實科學成為可能 來回拒懷疑論跟維吾論 那麼這個 所以康德的話呢 就是說是懷疑論跟唯我論 這都是迪卡爾的成就 迪卡爾懷疑了一切的知識 然後這個知識後來他假用上帝的概念 認為這個懷疑的體制 但是這個懷疑的工作 被David Hume持續下去 所以同學們注意這個延續這兩個字 很重要 非常重要為什麼 因為David Hume講說 我們不需要講得上 因為上帝是我們心靈中的想像 我們擁有的知識經驗 所以大家都毫無疑問的接受這個觀念 而且這個說明了科學之所以成為可能 所以因此的話呢 那麼唯我論的話的情況下問題更嚴重 因為對康德來講 如果唯我論是可能的話 那麼知識其實屬於個人的 跟其他人沒有關係 所以並沒有因此而正誠知識 知識必須要回復到我們講究的 理性的、普遍的、很客觀的 這是第一個原則 然後知識必須要能夠更進一步的 回到了我們所追求的那個原則跟理常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我們要有批判的能力 我們要能夠說清楚 所以呢 康德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同學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就是康德面對兩方面的問題 都跟知識的真實性有關 第一個問題 如何拒絕懷疑論 讓知識的真實性、客觀性、普遍性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同學們要了解 懷疑論如果不能夠回聚的話 那麼整個哲學的工作完全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任何人都講說你怎麼不知道 就可以回聚你所有要真正的 第二點的話就是說 這個知識一定要是屬於普遍而不是個人 那麼這個是兩點對康德 那麼康德呢在解決這個問題呢 他提供了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很特別 我也不曉得說這個概念是不是 康德特別強調 但是這個概念是由於他自己發展的歷史 我們原先呢在希臘時代呢 就認為呢人有兩種生命 一個呢熱的生命 叫VR 另外一個是冷的生命叫Psychic Psychic就是 你現在叫希臘文的冰箱還叫Psychic 還是就是Psychotic Psychic 原來希臘人認為人呢死掉以後呢 熱的生命結束了 但是冷的生命持續下去 所以我們Psychic人的這個字呢 在拉丁文呢就叫Z Z就是我們後來講的Soul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的話呢 都是說呢人呢有兩個部分 就是人呢就是有精神的部分 也有肉體的部分 人的肉體就是熱的生命 人的精神的部分就是冷的生命 人的肉的部分呢就是這個活的這個生命 人的那個部分的話就是鬼魂 就是一種靈魂這種表現 所以這個靈魂呢是持久的 永恆的不變 希臘人都相信靈魂的 所以我們 其實這個一般人的常識也會 因為人發現一個人好端端的人 突然死掉以後 躺在那邊冰冷不動 代表什麼呢 代表他的熱的生命結束了 他的靈魂跟身體脫離開了 靈魂本身就回到靈魂原來應該在的地方 所以靈魂本身擁有所有為真的指示 所以西洋哲學的傳統認為 人的靈魂包含了真實 這是來自於柏拉圖的觀念 康德的哲學呢 做了進一步的轉變 他不講這種靈魂的理論 他提出了一個新的 但是跟靈魂相關的概念 叫做consciousness conscious就是我們的意識中 我們所有的知識中儲存的地點 意識中 我們各位強調 大腦打開看不到意識 在座學醫的同學都知道 意識的存在 是每一個人都是非常明確的 我們在座每個人 意識當中都存在一些東西 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你未來上課 就是你意識中間會上課的時候 否則你現在應該去海邊玩 你為什麼不去海邊玩 因為你覺得上課比較好 或者說你不能說我神經病了 我現在心在海邊 我人坐在這裡 那你這次神經病 我們就管不著走 或者說我一生愛貪小便宜 但是呢意識中的狀態 consciousness是腦袋中看不到的 但是康德假設了這個概念 所以當我思考的時候呢 這個就不是一個單純一個思考的動作了 因為我說你思考只是有個思考的東西 在裡面是一個動作 意識就不一樣了 意識本身就已經具體的物化了你思考的對象 對不對 你的意識當中存在 好 那有這個地點以後 康德認為作為知識主體的心靈是意識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主體講我 月女正 我是知識主體 就是說我月女正現在發問 Tell me the truth What's the truth I want to know the truth Good 我的心靈當中我會發這些問題都是 I consciously I consciously have the desire to know what the truth is 這是我的意識中的 但是意識中的知識對象並不是意識的 就是說 My knowledge in my consciousness itself is not conscious 這當然 因為我意識中的 意識中的這個知識對象並不是意識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意識中的知識對象是外在的 比如說我今天 For some reason I don't know 意思是用這兩位同學做例子 舉來舉起 舉來舉起 然後多看了兩眼 到一晚上做夢 然後他們兩個 然後他們做解釋 所以我意識中的對象本身不是意識 因為他們是外在活生生的 雖然我要做夢 他們可能不知道 或者我現在一下子就想到他們兩個 他們也不知道我在想他們 但是重點是在什麼呢 這個他們是一個活生生的對象 如何將意識中的內容 跟外在事物的內容 做成了因果相連的內容 那麼就可以回去懷疑論 這句話很重要請同學再聽一下 就是說我意識中的內容 有這兩個形象 如果我說 如果我不是因為看到他們兩個人 我就不會有這個意識中的對象的話 因為我看到他們兩個人 所以我意識中才有這個對象 如果這個因果關係連接在一起 就他們的存在使得我意識中有這個內容 如果這件事情能夠建立起來的話 那麼我就可以拒絕懷疑論論 為什麼呢 因為我懷疑論是說 你意識中的內容 跟你外在事件中沒有關係 所以我才可以懷疑你的意識中 你所出現的 你是胡思亂想 狹想 所以我這邊只要講到說 他們的存在跟我之間 所以我說這樣我就可以說 心靈中的事物 與外在事件之間有因果關係 而不是純粹胡思亂想的結果 這是康德要強調的第一個重點 這聽起來是很簡單 日常生活中 但是確實我們不能夠排除 有一些人受胡思亂想的結果 所以有些哲學家一定會說 你如何知道你思想中的內容 好 第二個 那麼我將I think 的內容直接還原成為 I consciously know in my consciousness 我意識中所呈現的內容 與思考的對象不同 思考對象會有所改變 但是意識之中所呈現的內容 是一個整體性的 這個什麼意思呢 請同意看到最後整體性 這個unity 就是剛剛那個同學問到 說你剛剛那個同學 你想說我們對外在世界 進行了一個建構 然後變成一個統一的結構 然後我們在認識上 就是接受這個統一的結構 就確定了 所以我今天來講的話呢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我今天來這邊上課 我就會想 我來還是過來 我上課值得不值得 對還是不對 這是你一直不斷 I think I constantly think 我一直不斷在想 可是我的意識中的狀態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認定 肖村父母 沒有什麼好談的 天經地義 忠於國家 沒什麼好談的 國家對你好 你對國家好 彼此之間互蒙齊立 沒什麼好談的 光復別人 就很快樂 不指望別人回饋 沒什麼好談的 你的意識當中認定這樣是對的 我們意識中認定的東西非常多 認定 記住這個定字固定的定 我們意識中認定的東西非常多 比如說 比如說 前天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我說墮胎的心情一定是很難過的 我認定這樣 我不排除有人講 有人很高興 我不排除你 但是我的認定 我的意識中非常認定 認定跟我思考內容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認定是固定的 所以因此我的腦袋當中 不是持續在思考狀態 而是我的腦袋當中 有一種認定的支持 是跟我思考內容不一樣的 那有了這一點的話 所以我的意識是一個整體的 是一個unity of consciousness 以整體的方式出現 這是康德發明的字眼 用來形容心靈中 所有的思想與感覺 均糾纏在一個被稱之為意識的整體之中 康德宣稱這個事實等於個人意識整體 等於只能被一個假設的聚合心靈的能力 或綜合思想與感覺的能力來解釋 這個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 我的意識當中有認定的知識 這個沒有問題 每個人意識當中都有認定的知識 你所有認定的事情 你認識的 那這個認定的事情呢 是說我們的思想跟感覺 這個認定的結果是一種綜合的 它為什麼稱之為整體綜合在一起的unity呢 就是它結合了我們的經驗跟我們的思想 換言之我們意識中的部分一定是來自於 一部分是我們思想整理了我們經驗的內容 另外一部分是我們經驗的內容充實了我們思想的內容 所以這種整理這種結合糾纏在意識這個整體當中 康德說這個事實等於個人意識整體 等於只能被一個假設的聚合心靈的能力 或中和思想與感覺能力來結合 這個中和思想與感覺能力 或者聚合能力 它稱之為一個很特殊的名詞 叫categories 那麼就是說叫做範疇 這是一個很特別也很重要的一個字 有沒有覺得講到康德的時候 東西突然變得難得要死 有沒有這種感覺 沒有才真的有鬼 這個很難給它 等一下我先把這邊的東西念完以後 再跟它整體講一下 思想跟感覺 請注意思想與感覺 不能成為我經驗中的既定事實 為什麼呢 因為要成為經驗事實的話呢 單靠思想單靠感覺是不夠的 康德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單獨有這個思想 而沒有經驗事實的話呢 是空洞的 單獨只有經驗事實 而沒有思想的整理的話 是盲目的 所以思想的這個統合能力 跟經驗事實的能力 是一定要能夠相互相承 能夠結合在一起 好 這個同學注意 講康德的東西 聽懂聽不懂 可以看得出一個人 哲學的慧根 就是聽著聽著糊塗的人 因為我教的太多遍了 聽著聽著糊塗的人 大部分就是說是一般之才啊 聽著聽著眼睛發亮的人 少數 那這個就是很難得了 所以這個是個人思想與印象 可能只是意識中的粗糙事實 就是說是經驗內容是一種粗糙事實 我們叫sense data raw materials 但是呢 就是說我現在察覺到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我們以前看一種綜藝節目 綜藝節目 這個綜藝節目呢 就像我在這邊 這部節目常常找那些 如花似玉的這種 五雞十三妹啊 上來給大家表演 怎麼呢 就是說呢 他從這邊來了 有一個箱子 這箱子 這邊看不到 這邊看不到 這兩邊看不到 只有前面對觀眾 一個箱子六邊 只有一邊對著觀眾看不到 然後呢 他的手下去摸 這個東西 然後呢 五雞十三妹呢 一摸完以後呢 花容失色 驚聲尖叫 比如說一摸到一東西呢 一摸下去 一摸 黏黏的 濕濕的 感覺上會不會很可怕 會不會 或者說一摸下去 毛茸茸的還會發熱 會不會覺得很可怕 還有摸到什麼更恐怖的嗎 一摸下去 手就被一個東西炸到 然後會痛了 好幾次 會不會感覺到很恐怖 然後呢 這個觀眾呢 看到五雞十三妹呢 在這邊驚聲尖叫呢 為什麼感到很高興呢 因為呢 五雞十三妹呢 摸到的呢 是粗糙的事實 對不對 是純粹是因為 憑經驗所察覺到的內容 比如說 第一個 摸到 因為你要是摸到別人鼻涕 你會變很噁心啊 這很可怕 看同學的表情都覺得說 老師不要再講了 啊 換個例子 但是呢 為什麼觀眾會覺得哈哈哈哈大笑呢 因為呢 你搞不好 手下去摸的時候呢 你摸的感覺很不舒服 但是觀眾看到的是一種 特殊黏土 就是摸起來絲絲黏黏 其實根本沒錯 所以你這樣呢 觀眾為什麼能夠知道 其實沒什麼呢 因為觀眾看到的那個東西 不再是粗糙事實了 而是什麼呢 而是這個經驗內容 已經由我們的思想中 的概念化能力 加以組合成為事實 聽懂嗎 我趕快描一下大家的眼神 那大概只有百分之 沒有問題 那老師剛剛說 我那個想像的一樣 那會不會的那個範疇 會重複到 沒有 沒有 這個範疇的運用是很簡單的 所以康德來講 範疇只有 Quality Quality Modality 好 然後這個relationship 就主要就是四種的 就它什麼量啊 但是 比如說 你現在一看到 好 我現在把它統合稱之為 概念化 就是conceptualization 你會用一個概念的概念 這個同學不要講話 非常重要 因為這涉嫌到你的智商的問題 就是 你現在一講話就表示說 這個 這個 同學上的智商沒有問題 就是 什麼叫概念化呢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一個出道事實 比如說 比如說你 你好好的路上 你看到一個手工 然後砰撞在一起 你腦袋當中 當下 你是既不會害怕 也不會高興 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事情的發生 超越你的概念化能力 你懂嗎 我們生活當中之所以會不害怕 是因為我們擁有對於事物 概念化的能力 我們因為能夠概念化它 所以我們能夠為它命名 因為所謂說它是什麼 當我們知道它是什麼以後 我們可以知道它的內容 我們知道它的內容以後 我們就不會感覺到害怕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對於不習慣的東西 感覺到害怕 對不對 因為比如說你手下去 你不知道它是什麼 你會害怕 比如說你摸到一個熱熱的帶毛的 那那個5G13K的話呢 就就就就就啊 叫 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 等到一轉圈一看 原來是一隻小雞 突然變得很溫柔 好可愛喔 觀念又不一樣了 為什麼呢 因為當它概念化的小雞 有量化 有對象的時候 這個就不可怕了 所以這個裡頭要解釋的地點就在這裡 就是說 如果個人思量影響 可能只是意識中的經驗實質 的初到實質 但是他們的整體性 必須依靠心靈中的整合能力 這個整合能力被稱之為範疇 就是說形象學 數學 物理學中的關鍵概念 為什麼跟形象學 物理學 數學相關呢 因為呢 我們透過這種範疇能力呢 把事物跟事物之間的連結關係 能夠堅固起來 像數學 物理學 像大家都會覺得說 數學明明就是那幾個什麼X Y啊 什麼能夠代表 像比如說A加B A加B 瓜毛 平方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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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A B加B 平方A 那你聽到這個的時候呢 沒有人會覺得錯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算上看也是這個結果 但是你為什麼懂得算 因為我們的心靈中的範疇能力 告訴我們有這種 influence 的可能性 物理也一樣 數學也可能 形象學也是一樣的 而他們就是將思想跟印象 綜合在一起的規則 所以規則就是這個範疇 這個是為什麼我剛剛回答你說 這種範疇的能力不是想像的能力 想像的能力是剛剛在強調 想像能力的由來是 我們經歷過了外在世界的察覺 把它的形成的理念 進入我們腦海中變成印象以後 再進行分割以後連結出來的結果 這種想像力的發揮是人主動去的 而意識中的範疇是自然而然 所做出來的一種做法 這是不一樣的 你會說範疇限制我們的想像力 範疇限制我們的想像力 你看這邊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範疇的規則是天生的 是不容改變的 想像力是每個人不一樣的 範疇的應用能力是每個人都一樣的 好 這是對於懷孕論者的回據嗎 範疇動包含了實體 因果 整體多餘 可能性必須性實在等等非常多的內容 好 那麼請副教學姐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後天就從這裡繼續上去 就是我們會重複講康德的內容稍微再提起一下 那現在因為時間的關係已經到了 好 我相信大家也要15塊了 我也要15塊了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就到此 請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